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四季然后也是讲的家长的话 我们那个专场的名称也是家长明星 中国古代陶瓷季明星 关尤瓷季 而且当时我跟夏威在商量取四季家长这个名字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也是商量好久该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名称 就是这个专场 然后我们也是也及时广义了一下 其实不光是我们两个的注意 我们问过很多朋友 然后也是最后定这个名字原因在哪 一个是我们今天起的这个名字叫 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这个副标题来谈这个专场 我们用的是这个为热爱呈现 因为我们取这个名字的这个初衷呢 为什么叫家长呢 是指家务与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一起来欣赏 是一个分享和大家一个 就是大家共同分享和相互探讨学习 一个交流的这个一个平台 其实如果要想让大家对于加上这个专场的一些标签 我觉得有几个标签还是可以说到说到 第一个是性价超高 对这一直也是这个专场的一个特色 亮点 对那想必终极的时候应该还是就是需要很努力的去跟这个委托方去沟通 跟委托方不断的在价格方面周旋 这个是肯定要的一个过程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性价比超高呢 其实也并不一定最后是拍卖的一个结果 只是说表现了我们这个拍卖公司的一种态度 对对对 对是 自己拍的话主要主要面向的 面向的也是可能行家会更多一点 然后呢也有一部分是可能新进入的常家 然后对这个刚刚开始感兴趣的一些客人 可能到我们大拍然后到夜场就是更进阶嘛 所以我们在挑选器物上面也肯定更多的会挑一些 性价比合适的 然后其实定可能的大多数都是尽量都是无底价 然后也是尽量都是各个时候比较具有代表性 而且都是那种大家都能够普通的新入门的客人也能接受的那种品种 然后其实就是说到说到那个刚刚说到了性价比超高 但是其实还有一点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 可能就是我们中茂里一贯风格就是就是可赏可玩 有意思的器物会比较多 这个是关键 对对对对对对 就也不是说好像只要它是无底价什么东西都行 还是有一定门槛的 那肯定的 所以我们面前摆的 就是好像我们本次专场的第一件拍屏 是是是 因为包括姐姐也好 还是夏威也好 也知道咱们这个 作为咱们中国人 都有一个比较喜欢陶彩虹 希望说这个开明红 红红火火 就是说我们一般 一般像我们公司 反正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怎么样 就是我们一般拍卖做书的时候 我们喜欢用一件 比如说红约的作品 或者优利红的 或者什么这一类的作品 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头 就是希望有一个 美好的一个愿 一个愿在里面吧 对 这件红约的这样的一个小天球瓶 我觉得它应该算是 在同类品当中比较讨巧的 第一个是它右色非常的匀 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红发的 也是确实的非常好啊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里 我感觉还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偏色 其实在实物看到的时候 是完完全全是特别突红的一个状态 对对 因为这个灯光可能稍微暗一些 暗暖一些 这实物它的这个发色的这个红呢 还是非常的这个均匀 而且呈现出一种这种保湿红的一种色泽 就是红变感非常强 对 那我们也是把镜头给推进一下 然后让我们大家能够更近距离地看一看这个拍品 那么也请这个建龙可以拿起来 然后在手上给大家展示展示 对 所以我们的镜头好像已经推过来了 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它的这个整个颜色 这个 对 其实现在镜头里面看到的这个颜色 其实更贴合它实物的一个颜色 就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的云净 云就是这个红发色也是非常艳丽 对 就我们其实知道就是红柚也是非常难烧的嘛 是 所有朝代的开头都喜欢烧红柚 是 你看红柚对吧 在这个右里红上一至千斤 然后希望能够烧到红柚的这样的一个器物 那么你看到了清代的时候 康熙的时候 那个时候若要穷烧了红柚 是不停地在复烧红柚 哪怕是建国后也是请了多位专家 1954年成功烧出了新中国的第一网红 所以红柚在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摇曳的一个制摇的过程当中 以及它对于整个朝代的开始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寓意在里 对对这确实是 对我们所以我们也是这一场这种红柚作为开头 对 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寓意 对 买到的客人也是找个好彩服 这一件拍品的话它的品箱上面 全品的 那太难得了 而且这只呢也是一件这个市场的生活 因为因为就是作为这个喜欢收藏的这个朋友也知道就是生货呢 它的这个信念是非常高的 那这件呢也是得自一位互助啊 他也是早年在文物店购得 也是应该这个它也自己收藏有二十多年了 嗯 而且能 我们可以镜头给下一点点 这样的话能把它的这个圈组也给带上 对 好像有点歪 镜头组有点歪 嗯 可能桌子或什么 其实它这个气型还是非常这个标准啊 对 非常周正的一个小的一个天球屏 对 嗯 嗯 嗯 哎 对 对 那个我讲到这里呢 我看一下这个 说底足怎么那么新没有老旧的痕迹 哎 有看到底足吗 刚刚刚 刚刚有看到 有看到的 嗯 嗯 它这个底足也挺好啊 就是 因为这种底足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有那种杀底的 嗯 这只呢是一只右底 整个带着这个右手啊 就所以说它的工艺上会更加繁复 而且底下大家也看到这个 以前文物公司的老的火漆啊 有点干裂了 它里面还有这个 以前文物公司分销部的一个标签 在屏口内侧 那不是特别明显 但我们在书上有给它这个 附在书上我们的图路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件还有人问 就是有网友问年代什么的 我们目前定的是雍正 雍正对 因为我们一般看这个气形 包括它修足 这个还是肯定可以到雍正潮的 然后刚才关于 有一位刘先生说 现在带东西都不用带手套了 就是看东西 其实是这样 我们有一些 比方说像一些铜器之类的 这种古董会 是要保护皮壳 对 但是其实对瓷器而言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 用手用什么是没关系的 没关系 因为它可能没有带过手套上瓷器 瓷器本来就很滑 你手套就更滑 就是如果你用手套 就是去装握瓷器的话 反而更容易造成一些 不可逆转的一些危险 对 而且手套有的它这个纤维呢 比较粗 可能还甚至对它右面 造成一定慢慢的一些 稍微的磨损 对 对 歪吗 其实可以给大家转一下 360度的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转一下 不歪的这个 平行非常周正 也可以讲一下 单色诱其实最重要的几点 对 其实我们呢 这场呢 我刚才也跟夏威 跟姐姐我们一起也商量 就是说 我们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来切入这个 我们这个专场 就是我们想一想 还是以这个单色诱为主 因为单色诱呢 就是 其实很多人呢 就很喜欢这种安静的 这种寂静之美 就一种比较抽象 但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种审美 会让大家看到 会心平气和 然后因为颜色 它有不同的这种 甚至带有不同的情绪感 然后呢 我们想着这个 还是说单色诱切合 切紧了会比较舒服一些 对 它主要颜色诱呢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美 就是因为它只有一色 但是一色呢 相比于其他更加工艺繁复的瓷器来说的话 这个时候它的形质 然后它整个用水的呈现 就显得尤为重要 让人很能够专一的去欣赏它的美 另外呢 就是颜色毕竟是能代表 就像刚刚建龙说的那样 就是代表情绪 我们能够一眼望过去 就能够被它所感染到 嗯 是 有人夸你长得帅 必须帅 你必须要说声谢谢 可以 讲一下这支 其实单色诱呢 就还是说回这支贴旧瓶来 嗯 那 但是又最重要呢 就是它的气形 还有右色了 那在这支上面体现的应该来说 都是 呃 至少在气形上面可以打个 85分以上吧 嗯 真的是 然后颜色的话也是整体都很匀 可以看一下 就是各个面基本上都很匀 而不是说像有一些 可能会造成阴阳阴阳面 对 就有一部分它可能稍得红 有一部分可能稍得暗 嗯 这个是关键 那其实这一支的话 就总体来说 在单色诱的里面 作为天球瓶来说 这支 确实是各方面都 都不错的一件 嗯 好 那我们来继续看一看下一件 好 我们下一件的拍品也可以提前拿上来 呃 咱 没事 它马上就来了 有着那个 摇变的煤瓶 还有红油的一支煤瓶 还有摇变的那一支海棠 这支 对 这支可以先放 对 这支 好 这一支我们也是 我感觉这一支 关注的人是非常非常多 是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静静 然后切给这一支瓶子 嗯 摇变 对 有句话是 鹿摇一色 初摇万千 对 好 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下一件作品 就是我们接着这个颜色诱 然后 因为摇变诱 大家也知道 就是提起这几种颜色诱呢 其实我们说这个单色诱 其实 咱们中国瓷器的初始阶段 比如说从 这个汉奶出现真正异常的瓷器而已 就是以单色诱为主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以轻诱为代表 对 然后慢慢的也出现了这个酱诱啊 黑诱啊 白诱啊等等不同的品种 色彩逐渐也丰富起来 然后呢 摇变诱呢 其实这个最早它是体现在这个 就是这个宋代五大名谣 我们说的这个 汝关歌军钉啊 这个军谣啊 因为军谣呢 也是一个这个在这个 宋代史上就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 一个谣口 而且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尤其是呢 它这个摇变 尤其是对这个 铜这个橙色啊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为后面呢 这个出现这个 无论是又吕红啊 还是说这个红柚啊 铜红柚的作品 也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然后呢 正好说一下 因为因为范杰呢 今天这个 他今天也主持了一天的这个拍卖了 也是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在明天呢 还有这个拍卖任务 身体呢 不是很舒服 我们那个 就是说也是让这个 我们的拍卖师 先这个 回去早些休息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 欢迎啊 我们今年新进的 我们的幼同事啊 新进的幼同事啊 刘子昂 然后来 你一起啊 给大家 陪伴我们 给大家做一下讲解 好 然后有 看这边有人问 讲完以后 什么时候拍 这场是明天 明天下午两点 对 明天下午两点看看 诶 这个正好你来了 来 你来 重点来 给大家这个 简单介绍一下 来 首先我觉得这支屏呢 就是我们征集的时候 我觉得它一个 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说右光特别漂亮 而且呢 是 摇变右特别的这个绚烂多彩 就是它比这个普通的这种 摇变右要更加的漂亮一些 然后可能也跟它保存的这个状态有关 我们知道很多是从海外回来的 然后这个右面 实际上这个老外不怎么使用 然后所以呢 它经常它这个右面不使用的话 它使用痕迹很少 所以它的氧化痕迹就很少 所以它造成这个右面 就跟新的一样 是因为你 大家也知道 因为我们经常看一些这种 用力也好 前轮也好吧 甚至包括家道的一些 这种传释器呢 它很多这种情况下 会有很多这种爆金现象 对吧 我觉得这支右面 其实保存的状况 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难能可贵 而且另外就是大家值得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气型的这种 摇变右的这个兽尔尊啊 海棠尊 它在清党里边是有明确记载的 并且它是官窑的东西 对 这是官窑的 尤其大家通过这个官窑棉窑的 这个摇变右 可以通过它的右面来区分 然后它这个铜和铁 然后造成了这种氧化氧反应 所形成的一种 这个这个 它的右光啊 还有它的摇变的这种 色节波度啊 交融感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而且这种瓶子呢 有一种是有款的 是带乾隆款的 所以我们能明确确定到 它是乾隆时期的这个 双尔尔的海棠尊 对 慢走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这只呢 就是平行 而且还是一只海棠型 所以它在这个 就是制作工艺上呢 也会比一些这个 元气或者是 这个伊斯拉比成型的 其他的这种器皿 更成型上 更复杂一些 对 就是我们如果去到 摇指的朋友 应该知道就是说 摇指很多这种 残次品 废品 它可能烧的都拧了 尤其这种 海棠型的利件 它很有可能的 稍歪掉了 但是这个呢 就是不偏不移 对 还是 写人还是比较正 对 而且这个 这个右手确实是我 我看也很心动的 我这个 也是在这个晚上 就是我们这个 比方说这个 这个就是 地展之后呢 我还这个 自己这个 看了很长时间啊 嗯 嗯 这支是 多少起拍 五万 对 这支应该是 五万 还是五万 六万 五六万 大概这个价格 起拍应该是 比较 就是 还比较有吸引力的 比较有吸引力 就是 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这个呢 唯一可惜的地方呢 就是 底部它打了个孔 就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个后期 这个 可能是 做特殊的 这个 寄明的时候 给它给它什么 对 这个也 也蛮可惜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问一下 对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随时可以 这个在直播间进行提问 哈 对 我觉得这直播间的 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 跟大家聊天的 这种形式 对 而且呢 就是说 大家有什么问题 能直接跟我们去交流 对 就打在这个屏幕上 直接跟我们交流 可能有时候 拍卖预展的时候 特别忙 对 然后呢 顾不上 对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 包括品项的问题啊 然后质量 上手的质量怎么样啊 是 然后可以随时问我们 对 我们可以在线上 可以跟大家 进行一个 这个直接的一个交谈 是的 好 声音太小了 好 那我们稍微把声音 放大一点 嗯 行 然后我们下一件 还有一支 那个红色的煤瓶 嗯 对 好 谢谢 哥 来吧 哥吧 OK 这些都是单色柚 对 然后呢 我们就先以这几只带红色 来开个头 然后 现在这支呢 是给大家呈现一支 这个乾隆时期的 这个官窑的 这个 红色的煤瓶 因为大家知道 第一呢 这个刚才 这个同时下边也说过 就是这个 单色柚的这个器物呢 它最呈现 它直观的煤呢 就是它的 一个是气形 另一个就是右色 那我觉得这样 这个也都包含了 因为呢 第一呢 是煤瓶 就是煤瓶呢 就是 呃 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煤瓶有一个 在我们这个瓶瓶 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称谓 叫瓶中之王 啊 所以看见大家这个 这个对它这个 这个气形的这种 美感的这种 这种尊重之心 就是尊重之心啊 因为煤瓶呢 它是一个比较高档的 一个陈设器啊 对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 它这支红呢 就是 是因为带有一点 仿狼红的那种感觉 色彩在里面啊 嗯 是的 就是 尤其是在这个乾隆早期 乾隆三年 或者乾隆五年之前的 这个 呃 唐英都烧的时期啊 很多的这个红柚 它的配料呢 是和雍正非常相近的 对 然后和乾隆中晚期的 那种红柚的盘 大家经常看到 那种红柚盘的配料 是不一样的 所以 它烧造出来的这个红柚 它特别的紧 而且呢 呃 有一种这个狼窑的 这种感觉 有一种这个 呃 康雍时期这个 呃 红柚的这种 呃 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 唐英在专门 就是烧造过程中 它有意的仿造这个 这个 宣扬 或者说是 永乐的这个 这个红柚的这种质感 嗯 而这么一个特点 是 而且以前好像 还卖过一支类似的 我记得是 埃斯克纳西还是 吉拉丽先生 就藏了一支 对 埃斯克纳西 就是很著名的 那个英国的古董大鳄 哦 对 它有一支呢 就是也在它的 《金眼录》那本书里面 有有有助路 跟这一支 呃 在气形和这个右侧方面是极为相似 就也是会有这种 呃 有点像是仿蓝红蜜柚的质感的 这么一个一个右色 嗯 然后那支呢 当时是在北京开卖公司 以两百 两百一十八万 释出的 哦 然后我记得是 好像加工金两百多万 对 当时这个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还以为是那支 回到咱们公司 就是 又到被咱们公司的幸运征进来了 很像 对 但是我当时我记得 我还看了一下 不是那支 对 确实它 上次度非常高 嗯 确实它这个 这一支的右色呢 它是 挺有特点的 其实发展到乾隆那个时候 它要烧这种红柚 其实已经是成 技术应该是已经很成熟了 嗯 就它会烧出来这种颜色 有深浅不一 很大程度上 更多的 其实应该还是它有意为之的 嗯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像这个 有点轻的这种柚啊 就是铜 在这个 呃 氧化反应中呢 它这个温度没有 呃 就是温度比这种深的红柚要小 大概八十度左右 所以 呃 在这个摇路的位置 也决定了它这种 渐变的这种 右色的 呃 之间的这个 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 这么一个 呃 漂亮的这个艺术品 实际上在当时 呃 其实 其实 稍造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不像咱们现在 对 要看看底 给大家 给大家看看底哈 呃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支的话呢 它 品项上面是 这个底部 它是之前 有 底部有打洞 然后 现在的话是 有经过商业的一个精修 然后它那个款呢 从 现在补的这个状态来看呢 其实它原本就是啊 它也是那种乾隆 早期的那种五字出头款 对 从一些 从这个写法上面 可以看得出来 也是 算是乾隆 雍正 过渡到乾隆 也就像那个时候 烧瓷 公益 特别顶分的那个时候吧 嗯 应该就是 还是唐英 任都陶关时期的那段 对对对 还是那段时期 它好像是 一直 一直 任都陶关 好像到了这个 这个乾隆二十年啊 二十年之后 它是先身体 因为抱恙 好像先请辞 然后是 二十一年之后 就辞世了 就是岁数大了 对对对对 就是回到家乡嘛 对 但是乾隆皇呢 一直呢 认为 觉得他想辞退 是因为他这个故意的 对 然后呢 就一直不让他辞退 对 这个是 对 这个是乾隆关摇 嗯 乾隆关摇 对 这是特别标准的 一只乾隆关摇 整个气形特别周正啊 嗯 而且它这个 这个 小口吧 往上 特别有这个 精气神啊 对 特别有这个冲击感啊 口上这一圈 降白柚也是特别漂亮 嗯 好 好 我们来 看一下 可以 好 好 好 然后呢 呃 这只啊 这只啊 这只这个 清清兰幼的这只 这个这个 这个尊啊 也是我们 从这个预战现场 也可以看出来 它的关注度 还是非常高的 啊 这个也是这个 我们这次 Dance Air中呢 也是这种 虽然也是一件 民谣的作品啊 但是我们这个 关注度啊 上手上手的这种次数啊 就是大家 呃 外地的朋友也好 还是北京这个 行家 还有外地的行家 还有很多行家 来到现场 这个呃 在我们窗户的这个 呃 这个同事也好 还是我们这个 水扇工也好啊 嗯嗯 这个就是这个 嗯 就是哪 就是这个 出窗里 这个 进出比特别高的 以前这个作品 我说说关注度还是 哦 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啊 主要还是 就是在于它这个 它这个品种 对 清金蓝柚 可能有 可能刚刚接触 陶瓷的朋友 可能不太 不太会听说 这个右色 嗯 可能洒蓝呀 季蓝呀 这种可能听得多一点 对 嗯 但这种的话 我们镜头拉近一点 其实是可以看到 它是有别于 普通的那种 蓝柚或者洒蓝的 嗯 远看可能像洒蓝 但是它近一点的 它是可以看到 有这种类似 类似我们说 呃 可能永轩清花那种 塑料的那种 那种 那种铁锈般的那种 聚集的那种状态 但是在这种 在这种蓝柚上面 这样子呈现 是特别少见的 它其实仿的就是那种 青金石的效果 对 对 那个时候它有一些 黄 还有 还有仿骨玉柚嘛 对吧 也是 也是其中一种 对 就是当时的这个 仿生的这种 呃 优色 对 优色 然后有仿这个 海螺的 仿大理石的 然后还有仿这个 青金石的 青金石实际上最早的时候 在2000年前 在中亚就是很 很有名的一种 相可以类比黄金的一种 这个 他们一种宝石 相当于 对 一种等价物 一种交换品 然后呢 他们拿这个青金石 来贸易一些黄金啊 或者说丝绸啊 一些东西 所以在古丝绸之路上 青金石的这些宝石 出土的是很多的 嗯 然后呢 呃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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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亚地区 实际上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之后传到中国 也是呃 我们很多的这种 蓝柚实际上早期的 就是模仿这个 西方的玻璃和这个 青金的 蓝的这种颜色 嗯 而制作的 这种蓝柚 大家就是在这个 灯光底下 可以看到 非常清晰 因为它是一块 搬一块搬的 对 层次较融 对 层次 层次非常丰富 它这个层次实际上是 专门有益而维持 这是拉近一点吗 嗯 对 嗯 对 嗯 它这种柚呢 一般就是拿当时的一种 这个非常细的这种主管 然后去吹上去的 所以 有一些吹的地方 深一些 它又肌肉会厚一些 然后呢 薄的地方就形成这种浅色 所以 呃 两种交融在一起 它实际上这个 这个审美的感觉 和其他的这种优色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一个特别 特别漂亮 特别符合当代人审美的 一个 呃 一种优色 对 而且 而且 这么说吧 就是我 我 我说点题外话 就是 因为我以前也学过 一定 就是一段时间 这个中国传统书画 然后 是这样 就是我每次看到这种 就清晴时也好 还是 还是这个 绿松时也好 就是其实在这个 书画场 尤其我们古代的 这种 清绿山水 这个也是 它一个重要的这种 颜料组成部分 就是我们 是去年还是前年 我记得有一个 特别火的一个舞蹈 叫直死清绿 就是那个赵蒙虎的 千里江山图 因为 因为 有一年 我记得故宫博物院 作为一次大展 是吧 以他这个为 为这个中心展开的一个 这种清绿山水的一个大展 大家也知道 就是当时呢 这种矿物质颜料 一般只有这种薛原派或者皇家这种宫廷的这种画院才可以用得起的 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这个就是把它研磨成粉 然后调成这个配料 我就不知道怎么弄 就是做成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种 就是古代山水化的一种颜料 就是它这种矿物质颜料呢 可以说是 它跟后面那种化学调和料是不一样的 它可以就是历经多少年 可以保持那个颜色这种 非常非常就是 历久弥新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有震撼力的一种颜色 然后咱们现在看到有一些明耐的壁画啊 然后还有更早的可能旁耐的这个 对对对 敦煌的一些石锅壁画上面的那个碰颜料都留着 然后就跟现代似的就跟新的似的 对 它这个幼色其实是有点流淌的感觉的 嗯是的 看起来特别有一种抽象的那种美感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它圈足 对 对这个年份是康熙的 嗯 这是康熙的 很标准啊 对 其实这种气型呢 我们常见的可能这种 比方说那种 呃 棒水瓶啊 康熙的这种散烂的棒水瓶会比较多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像像这种气型 我见过好像是还有这种 呃都听就是那种暗花的 嗯 可能有这种的哈 但是这种 蓝客赤龙啊 对对对对 赤龙啊 穿花啊 对或者咸凌芝的哈 嗯 对对对对 但是像这个青丁石 青丁石蓝柚的这种啊 青丁蓝柚的这个 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 两边的话就是有这个铺手 铺手弦啊 然后它这几道弦纹 其实特别讲究 嗯嗯 这样子的比例分割呢 就会显得它呃更 就会就会把这个 就会把它的身形显得更加的 更加的有有有有这个线条感 是是 然后另外这件是有一个 1982年伦敦家世的一个记录 哦 82年 1982年 比我比我们赛舵 我们这个 对 挺早的 对对对 这个在镜头里面这么爆了 其实没有其实没有那么白的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它的这个这个这个书上的这个呈现的这个颜色 其实有一些也对于这些拍品具体的 大家 小同学 小同学 中奥生家小程序里面 对对对 里面我们有所有的细节图和平像图 对 那些的话都是基本在自然光下来拍的 更加接近食物的颜色 那你来讲吧 就你来讲 就是孔雀蓝柚我觉得也是 也是这个就是它区别于刚才的这个青金蓝柚 它是属于低温柚 所以它烧灶的时候呢 呃在这个保存的时候很不易 有时候会有这些小的这些就是爆柚啊 或者说磨柚啊 但是这只呢 它烧灶的这个呃温度一看呢 就是比普通的要高一些 然后它瓷袜程度很高 然后它用面呢呃 呃开片呢是非常非常细碎 然后呢呃整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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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它的质感呢是特别漂亮的 然后而且保存的也特别好 没有这种 马卡龙的 这种这种这个呃 边缘的小锅柚啊 或者爆柚啊什么的 是有点像马卡龙的 所以这种同类的就是呃 我们看到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这个孔雀蓝柚的这个 低温柚的这种花盆的烧灶中 就是尤其在雍正朝的这个花盆烧灶中 它很多的这个底啊 是呃是用了这个枝钉去烧的 对啊这是大家一个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每个这个这个看到这个这个 这个雍正花盆的人的一个呃呃 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为什么它圈足的时候呃 它是电烧的 然后但是又用到枝钉了呢 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观察啊 就是雍正官瑶做这个器物是特别讲究的呃呃 它实际上并不是电烧的 它这个呃呃 后边这个一圈啊实际上是后磨的 大磨拽的 对 它为了让这个呃就是底下不塌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让呃呃 它要果足 它要果足 让右面这个要右流流满这个足 然后流满足之后呢 它就是这样正常摆的时候 显露出来的这个白右的地方就少 显露出来胎的地方就少 它的这个完美感就更强 然后在初遥之后呢 因为呃呃 各种摩擦或者说是什么原因 然后呢呃 经过了一个一个小的这个打磨 所以才露出了这个胎 但是实际上它烧灶的时候是为了果足之烧的 啊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点 尤其在这个低温的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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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漏水的孔 所以它这个花盆实际上买回去 我觉得可以去用起来 可以去实用 也是特别雅致的 对 其实这个呢 当然它确实也是一件花盆 其实呢就是 你如果不把它作为一个花盆用 其实作为一个按头小钢 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 就是割一些这个小的画卷啊 对对对 或者小下面啊什么都可以的 对 其实这样的 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呢 我们要带有一种 这个因为毕竟是这个 我们的祖宗祖先留下来的 他一笔这个文化遗产 但是我们要带有这个 一定的这个尊重心 但是呢同时我觉得 有些东西呢 你也要把这个 跟实用相结合在一起 能更能体现它存在的一些价值 不是说仅仅说 我放在那里 完全这个 缝起来不动了或者不看了 其实这样的话 我觉得它存在的意义 就反而是变得低了 我们也希望呢 就是说大家真正喜欢瓷器 不光是说我们瓷器这一个板块 就虽然说我们主要是在瓷器这方面 来做这个 我们这个讲解直播 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 艺术板块还蛮多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抱着一种 热忱的这个 吃争之心 或者说你真正喜欢它 然后来去介入它 一定要对它感兴趣 因为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 兴趣才是第一任的老师 你一定要感兴趣 如果说你只是说 有别的一些什么的话 我还是觉得你最好 还是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就是你 你可以说就是说 不一定说喜欢拍摄和喜欢什么 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去喜欢中国的这种 我们传统这种文化 就是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明 真的还非常璀璨的 好 好 我们来继续 好 先下去 好 我们 这种颜色很清新 对 还是一件这个官窑的这个作品 然后刚才看完这个 片这个孔雀蓝孔雀绿的 现在来看一件这个 就是正儿八经这个绿色的一个作品 就是苹果 对 青柳 苹果绿 我们一般叫这个松车绿 也接近于松车绿 但也不完全是 这个接近于叫什么苹果绿 或者是还有一种叫什么秋葵绿 因为 其实 提到这个还得插一句话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 启明的那个方式 我觉得一个很形象化 比方说他 比方刚才 讲到这个单色一路 比如说红 他有时候叫这个 保湿红啊 牛血红啊 对吧 那讲到蓝 那个青金蓝 它是一个很形象的 可以去形象 还有一些红又就是 姜豆红啊 像那个姜豆成熟之后的那种红色 对 然后还里面带了一丝丝绿 所以这个特别贴切 斜鼻子啊 对 然后那个驴肝马肺啊 对对对 这个红又没烧好 没烧好的 对 特别形象 对 让大家一目了然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那这种呢也是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特别像那种 那种 发着还没有完全 可能有这种 就是 发绿 绿莹莹的一种 苹果的颜色 或者那种秋葵的颜色 可能大家没怎么 就是见过那个秋葵 就是秋葵刚发芽的时候 或者它是那种嫩绿色的 对对对 它为了形容那种嫩绿色 所以就把这个叫做秋葵绿了 或者说叫苹果的 以前那个野生的苹果 它很多都是青青色的 对对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颜色啊 还是很柔嫩的 对 这只形很素雅 对 很素雅 而且呢 它还是一只花口的啊 然后难得是它底下有落款 嗯 大家可以反面啊 它是一个 和如意组 可以大家可以 现在是可以把镜头推进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底啊 很工整的繁红六字三行的转术款 嗯 大家可以看这花盆的织钉 织钉也是一圈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 它为了防止烧灶的过程中 有所坍塌 对 就是对于这一类的 一种工艺的一种讲究 桌子上垫一块布 其实我们也会小心的哈 反正单色柚这个品种吧 真的很需要大家去这个 怎么说呢 它跟那种呈现的这种画片美啊 或者说这种其他的一种 就是有一个画片或有什么的这种 不是不一样的 这确实需要你自己的一个 内心沉静的一种积淀去欣赏它 也有点挺嫩 在这 好 可以都可以 看这个还有一盖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一件这个 就是纪兰佑的一件这个作品啊 就是一个 仿青铜的哈 一个一个 但是磁器仿铜 一个斗形器 就是大家熟悉那个 这种这种仿青铜的这种器物 其实在天坛地坛啊 都能看到类似的 尤其在天坛 很多的这种蓝柚的斗啊 然后从事瓶啊 等这种 浮啊 对对对 然后展出 所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对 我记得这个就是从 明代这个大明会典的时候 就就记载过吗 说这个 射天地日月斯坛是吧 这个 电话不好意思 那个 其实讲这件呢 不光是说 因为是跟帝王的这种 礼仪祭有关啊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 我觉得就是 大家看一些款啊 就是这个 为什么说单独拿出来讲的 是因为它 这个款因为这个比较深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甚至可以 可以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 好 因为它是一件 咸丰的作品啊 这个 因为咸丰啊 这个 时间比较短 再加上呢 它因为这个 当时处在一个 一个 一个 冰幻时间啊 其实它稍微 好像只有五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说它这个 从事的这个 咸丰潮的这个作品啊 是非常少的 而且啊 就是 呃 真的它算在这个中满期里 还算是 就非常高这个 这个稍造质量的 对 实际上就是 就是这个两个是 其实是不同年代的 对不同年代 大家看这个 这个里边这个 盖子啊 对对用立粉技术 写的这个款啊 对 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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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实际上摆在一起 很难看出来 它是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实际上加庆的技术 跟这个咸丰的 它稍造的这个技术 是差不多的 对 就是咸丰的时候是 晚清的 应该是质量最好的 对 可以说是这么说了 而且它很多 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 分水顶上 就是我记得 比方说 你看红柚啊 基本上到了咸丰以后 就差不多用这个胭脂红来取代了 因为它那个时候已经 就是很难达到这种烧造 这种可能说 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吧 没有这么多的这个 一个是这个摇曳这个恢复啊 或者投入更多的这个 人力物力财力啊 等等啊 所以一些很难烧解的作品呢 在那时候可能说 用相对来说 更加低廉和便捷的方式来取代了 对 这品种一直都是 其实是挺高级的品种 对 很高级的 G4 对 属于皇家李4G4的用性 而且这个好像 我记得还有一个来源 这个大家可以 在我们小程序 或者是我们的图路上呢 可以去翻译一下 好 我们尽快 再讲回来节奏 你好 我们下一件 用手电照一下 看得清 请问说是11名 18这个 嗯 好 OK 好 行 好 讲完这个 正好可以讲那个 好 然后 还是一件这个 乾隆时期的啊 这个防污游的一个八方尊 这个右手感还真的蛮好的啊 这个右手 而且它这个乾隆时候的这种八方尊就是 它的这个气势是很足的 它比这个晚清的时候 尤其同质光绪的 然后一比较这个气形是有明显的这个区别的 它更阔 尤其是在这个上部分 对上部分 就是肩部更宽 它和那个晚清的比起来可能就像刀光的比起来可能就像这个这个人更壮 然后他刀光的时候可能就吃的少了一点 然后就瘦了一些 对 所以他的这个可能也是国力也是反映在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词业的官邀的烧灶上面 所有的这些国力可能在这个官邀的投入和这个资金的这个这个投入方面是很就是是是很匮乏的 尤其到晚清 所以所以是直接能反应 那这个乳幼的话也是就是当时一个在在雍正的时候13年唐生记者碑序中唐英记载了57种右色其中的一种 然后呢防乳幼的这个配方一直流行到这个晚清 一直没有怎么变 所以它的光从右色去辨认的话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它右光的这个质感和紧致程度呢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这有个出版是吧 有个出版 这是一个山西户家出来的 然后曾经也在这个书上出版过啊 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关于这个就是因为它是房屋主流啊 刚才这个也提到这个就是 其实呢这个宋代这个五大名谣一直呢 就是它算一个我们说刺激书房那个那成名品中的名品该都说啊 就是无论是明代还是到了清代这个皇室啊 王朝他都有这个防五大名谣的一些作品啊 包括其他几个姚戏 其他几个这个姚戏的作品都有这个一定的这个 这个一定的这个数量 或者说皇帝他亲自去下旨哈 来命令去烧造 仿制这种这个作品 因为呢 呃 我们这个 呃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五大名谣他 他从宋代出现之后 一直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然后 所以说呢 尤其比方说到了清三代啊 康弘兼三朝 他的这个就是这个 魔鬼之心 啊 就是他他也好古嘛 很正常 就是包括我们也是啊 对对古人都有些 这个尊重之心啊 非常敬重 然后呢 他也会下旨呢 去 呃 用当时的一些技术啊 去 嗯 就是模仿 比如说因为他 宫廷有些这个 鬼藏的一些这个 早期的一些作品啊 我可以说利用他的这个优色呀 或者说 我们当时这个气形 来加上那个时候的优色 不光是说我要仿这个宋代的气形和优色 可能还有说 哎 我现在这个实在的一些气形 我结合一下这个 呃 当时留下来的这种 这种优色啊 我去做一个 大胆一个 魔鬼的同时又创新 啊 但是非常有实在特征的啊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底部啊 这个 哎 你大概可以就是和刚才的那只那个 那个煤瓶可以比较一下 他这个款式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这个乾隆那早期和晚期的款式 呃 因为独陶关他换了 所以他写款的人那也换了 对 每个时期有几个写款的人 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些款式啊 都给做一些比较 然后去归 呃 归纳整理一下 嗯 其实这种是很标准的 后期的这个款 哎 哦 对了 那这个我突然想起 想起一个事呢 就是 呃 我记得好像是乾隆皇帝 对他自己这个在位的时候 因为他他这个是一个对自己是吧 比较比较实权老人嘛 他这个 他对自己啊 在当政的时候 就模仿武达名牢的这些作品 取得一些成就 他自己还蛮自豪 我记得他在这个 尤其是在弊瓶上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会还有一支弊瓶可以给大家讲 他有过一首诗叫什么 《关注称名品》啊 或者《关注皆名品》 《心平制更加》 你看他这个新信啊 他认为他现在制作的更好 哈哈哈 对他还是这个非常就有一种这个自豪之情的 哈 以至于就是当时大臣可能送给这个乾隆皇帝的这些受礼 然后是呃就是当时景德镇乾隆时期仿制或者雍正时期仿制的乾隆都把乾隆自己给蒙了 所以他在上面在自己本朝上面做的这些防乳肉的防官邮的器物上面写一些这个刻一些字 说这件官邀的宋代官邀的宋代汝瑶的瓶子有多好多好 对啊 对有可能都把自己给蒙了 有有可能比方说是雍正朝留下来的 对对 还有说比方说他自己这朝呃做的没有打一个具体的一个款式的 他自己可能都到时候都蒙掉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 东西的意义很高啊 对对 这也是归功于这个唐英的这个这个这个新创的这个幼色 是是是 他当于创这些幼色的时候实际上都去摇指去探访 对 嗯尤其是我们那个熟熟熟一些叫新紫幼 就是呃其中一种幼色就是仿君幼 然后那这个军幼就是当时他拿着这个军瑶的瓷片专门去了这个宇宙 宇宙 对 他跟他那个驻守一起去的啊 对对对对 好像是雍正六年几年了 我忘了啊 都有这些就是明确的这个记载 所以能烧到像这种瓶子 能烧到这种很像天青柚的这种柚柚 其实当时归功于这个唐英的一个功劳 这个柚光还是很好 对 这个也有一个比较不测的一个出版 就很可惜那口言有充现稍微这个修理过 好 我们继续 这个比较好玩 这个大家可以直接这样评论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康熙时期的一个轻入的刮冷型的小棍 特别有意思 特别可爱的一种 对 它这个气型制作的特别有意思 就是迎手可握 大家一只手就能把它握在手里 然后它可能当时呈茶叶 或者是呈一些茶叶棍 然后也是特别纹气 然后这种右色就是 现在大家知道就是康熙的这种 虽然纺织技术很好 但是它像这种非常硬朗的 然后又润度十分高的这种右呢 是现在目前是没有突破的 所以这个大家一眼看 这个就很开门的这个康熙时期的东西 这个底部的处理方式很特别 对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还很讲究的 这个配了一个金属的盖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底部 其实这种我觉得是它这种仿生的 就跟当时这个康熙在都烧都淘的过程中 他设计了好多类似这种仿生的东西 比如说折断血啊 比如说苹果尊啊 比如说一些这种刮冷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刮冷的也是当时的一个设计 那个马上皮刀 这个是关吗 说的是前面那个还是这个 说的应该是前面这个吧 呃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八方屏那个肯定是关了 对 这个这个是明耀 这个是明耀 然后这个解口了吗 它是这样的 其实它是包着口的 但是这样的话 因为它的粘性 它是它不是解口的 它是这里啊 以前可能有包柚或什么 它做过处理 然后把它打磨了一下 整个磨平啊 然后稍微这个香了一个铜骨 其实这里面是因为它这个胶开了 其实它还有爆了一个铜骨的处理 大家可以在那个 我们那个小程序的照片上 就是在它没有这个胶干之后呢 这个可以脱下来脱落下来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当时的那个状态 因为这个知道我们北方这个天气比较干燥 容易经常这些胶啊导致一些开裂或什么 其实这个它做的这个还蛮好啊 也是一看的也是比较重视 才会到自己去香一个口啊 配一个这个盖子啊 这个没有地管 这是一件民营 对 这个没有地管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呢就是一个是这个香了个口啊 做了一个配了一个盖子 然后呢它这个底足这个 这里呢有一些现在的一些暴幼儿啊 小小飞皮啊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受过一点点小小小轻微的撞击 有一个小虫皮一个现象啊 这个真的蛮好蛮可爱蛮好玩的啊 嗯 就是要有这种小小可爱型的啊 对 又既应手可握又可以陈设啊 是 这种小小雅气 右手也不错啊 这种刮冷的一条一条一条做出来啊 嗯 好 OK 看着就好 嗯 好 嗯 好 OK 好 谢谢 好 哎 嗯 下面是一件这个柴摩佑的一件这个小尊啊 哎 它外面喵筋的 大家看得清楚是什么吗 对 它虽然有点脱落 对 上面都是瘦子 对 这也很好 还配有一个老盒 对 大家见过万寿尊 嗯 康熙的万寿尊比较出名 万寿尊的百寿的笔筒啊 是吧 还是能看到尤其清花的这个作品啊 茶叶墨上喵筋 对 这个这个 但这个呢还是有一点这个 稍微晚一点 属于一个乾隆时期啊 一个这个茶叶墨佑喵筋的 嗯 其实这个茶叶墨佑也一样哈 也是当成那个创涛的一个品种 茶叶墨佑它还是最早还是 就是其实是民国的时候 我们一个比较简便的一个叫法 实际上茶叶墨佑里边品种很多 对 那它总体呢是叫厂观佑 厂观佑 那它是当时就是康熙晚期雍正早期的时候 防厂观窑的这么一个作品 那厂观窑现在目前可能我们知道的 考古就是发掘的可能是在这个河北地区 但是具体的这个具体是哪个窑呢 有待大家去发现啊 但是这种厂观窑它统一的一个特点就是 这种柚色是比较深绿色的 然后有点发黑的颜色 然后呢那在这个民国的时候 有一些可能偏对一些的呢 有点像那个抹茶的那个墨 所以大家就统一成这个茶叶墨佑 然后关于这个茶叶墨 除了这个我们同称这个厂观窑 比方说根据它颜色呈现的那个 就是它最终呈现的那个状态 还有那个柚色 它可能还有我们也称 比如说山鱼黄啊 对 蟹甲青啊等等啊 就也是根据它不同的这种橙色状况 来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名字 对 可能这个偏这个蟹甲青一点 就是它的那个青色要更多一些 对对 而且我还记得就是这个好像是到了 应该是晚清之后 这个颜色好像是烧不出来了 应该是 晚清的时候就不太一样 对 而且就反正慢慢之后 好像中间断了一点时间 我记得好像是 好像有这么个故事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记得是不准确 好像是当时到了七十年代 后来这个茶叶墨呢是山东自博窑 好像还给它复烧成功了 当时好像是在七十年代呢 还因为这个它复烧这个这个茶叶墨又成功之后呢 当时还获得过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清工业部的一个大奖呢 金奖吧好像是 还是突出工业奖我忘了 其实那个山东自博大家有时间可以去一下 自博窑历史特别悠久 从这个北宋一直烧到金奈元代 一直烧到这个清奈晚期 然后所以到七十年代又把这茶叶墨又 刚才像建龙说的就是又复烧回来 所以也是 对 自博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然后 尤其它线条罐可能比较有名的 对 中国的最早的黑柚的线条罐实际上不比这个定谣 黑定要差 就是质量也很高的 这个我作为一个山东人 这个说句感谢啊 给我们山东打个广告 是 反正大家多的聚关注 这个包装可以打开吗 可以 可以 给大家展示一下 包装可以展示一下 对 这一个出拉式的一个盒子 但这边以前是有一个提拉的一个环 但是它可能已经腐蚀掉过了 这是一个头绳 对了 用了一个头绳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随行的这个盒子 对 这也是当时就是主人特别爱惜它 然后就是反而是这样 对 其实这个我跟你说 这只小墩还另有玄机 你们可能没注意吧 跟你说一下 就除了它这个身上有这个苗巾的 这个这个瘦子门之后啊 当然局部有些脱落 其实啊 我那天看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 就它底下是应该有款的 嗯 就是可能呢 它也是在使用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精彩特别容易脱落 嗯 然后 侧着光啊 或者说你打一个紫光灯 在侧一个情况下 它隐隐约有一个双空款的 嗯 但是我确实看不出来是 是什么字了 这个 这个 有一说一哈 我不能说去揣测它是什么款哈 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其实以前还是有款的 哦 有个款的 有带大家 对 可以测着可以能看一下啊 就是 不是很明显 但是你要打那个紫光灯 还是能看出来 但是这个 这四个字到底是 什么什么粘质啊 还是什么这个 这个 因为它确实这个 反应也不是很强烈的 时间已经很久了 啊 就得大家买回去研究一下 对 可以大家去做一个研究啊 啊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以前也是这个 非常有名的大排行师出的啊 来源啊 传承的都特别好啊 嗯 这个也是特别可爱 而且这个也是 这个 算是这个 这个窗口上也是这个 大家比较这个热度 就是关注热度很高的一件 这个小精品啊 啊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文房陈设 嗯 嗯 对 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嗯 下一件 好 我们继续下一件啊 拿出来的 不用放进去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 讲一些单色柚 对 现在是各种单色柚 这一支是一支 米黄柚的折腰丸 对 这个 这一支是一支 这个米黄柚啊 一支这个乾隆石叶折腰丸 我还记得好像今年 好像还刚拍过一支 嗯 对 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晚上还有一个称呼 好像叫什么 斯莫丸 叫什么呢 是吧 草莫丸 对 对 就是它一个 大家给的一个很形象的称呼 特别像有点帽子啊 对 这种 这种 这种形的呢 它有那种 云龙纹啊 云龙杆珠纹啊 嗯 对 基本上青花的多件一点 对 青花的多件 尤其是仿明式的那种 对 仿明式的啊 在这种气形上会 仿佳境的那种 对对对 对 一支 对就是一支正面形龙 往前的 还有一支这种回耸的啊 一边一边我们常见的 像这个 其实这个米黄柚呢 也并不是说一个 非常常见的一个品种啊 嗯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颜色 比较颜色 前一段时间去景德镇 然后呢 跟人聊这种 就是这种黄柚 嗯 实际上是比较难烧的 是 应该是很难复烧成功 这种 这种米色的这种 米黄柚 颜色 它不能 它很有可能就烧灰了 或者烧暗了 或者说是烧过亮了 所以它这种 其实仿制的难度 也是比较大的 嗯 这种颜色看着 对 感觉让人感觉特别 特别特别特别 特别 特别温馨有点这种感觉 嗯 就像家里的 你的家里的装修啊 墙壁啊 可能就喜欢刷一些 这种比较偏暖色调的一种 对很温馨 嗯 又不是那种特别 过头特别红艳的 对 这个就比较温和 嗯 也是丹瑞柚的魅力的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还是非常开门的 整个右手啊 呈现的一个状态 还是非常好的 这种银润度啊 非常好 而且这支板呢 哎 还有一个这个 当时在我们山东青州博物馆 做过一个展览啊 这个曾经还入过博物馆的展览啊 青州博物馆 对 青州博物馆 青州博物馆 也是 算是在这个 应该是世界都文明的一个博物馆 就在咱们国家这个市级单位的博物馆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这支 在联合国都就是个世界级的啊 这支品像 全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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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款呢 也是 其实大家可以对比 这个款和第一支 我们看的那个八方的乾隆瓶子 其实是一个时期烧 对 就是相对说 技术比较成熟时期啊 对 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嗯 好 OK 好 哎 好的 谢谢谢谢 哎 哎 这是本厂的一个 对 唯一一个明代的单色柚的一个 对 呃瓷器 对 大家如果这样看的话 能大提猜出是什么熟悟吗 哈哈哈 给大家猜一下 猜一下这个 这个打在这个屏幕上 反正先告诉大家肯定是明代的啊 嗯 哎 有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朋友啊 各位室友啊 可以猜测一下啊 应该不是那么那么准确的好猜的啊 嗯 对 可能 可能 可能在想 嗯 明代的 就是明代的这个黄油里面 有人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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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猜了 这个厉害啊 哦 有猜加进的 也有猜红质的 嗯 其实都挺接近 很接近啊 那这这一支呢 就是翻过底款了 可以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 这一支是加进的 嗯 红质的可能 黄又就是 焦嫩一些 比较焦嫩一些 嗯 然后呢 这个可能就是偏明黄色 就是更加的黄 嗯 有点像那个香蕉的颜色 嗯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红质这个 黄又实在是太出名了 嗯 所以所以有时候 就是市场上呢 就是大家知道黄又 那就想到 红质的这个鸡油黄了 对 然后呢 呃 对于家境的 其实家境的黄又 也是比较少见 嗯 尤其它这种是 内外黄又 也是属于等级 比较高的这种 嗯 呃 还有一点就是 刚才提到这个 这个刚才那个 比方说我们提到 刚才那支 纪兰柚的那个 豆的时候啊 盖豆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就是在明代啊 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种 嗯 呢 适用于这种 皇家李寺 这种祭寺的这种 右色 它当时有一个 非常严令的一个 一个说法 叫民间禁销的 尤其是在明代早期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 在明早期的时候 就是洪武三年的时候 有一个 专门有一条记载 就是 洪武烧造各色釉的瓷器 在 就是 这些瓷器呢 是禁止在民间流通的 对 那这些各色釉的瓷器 是包括外蓝内红的盘子啊 龙门盘啊 包括外黄内红 内白的这种盘子啊 其实都是 当时等级比较高的 这种祭寺器 嗯 然后随着现在 考古的这个发掘 现在 我们在这个 洛马桥的遗址 可以在这个 考古的报告中 可以看到这种身影 然后那像这种 实际上 之后在明代后期 就改到育窑厂里去烧到 对 然后 像这种 黄柚的这种 这个温润的程度 在明代里 是算质量非常好 非常好 嗯 其实虽然说它年份 要比这个 红质时期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时期要稍微晚一些 但是呢 它还继承了就是 红质基于黄的那种质感 还是在的 尤其是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外比的这个 又属又色啊 这种质感啊 还是多少带一些 那时期的一些特征在里面啊 嗯 非常凝润 有一种这种 焦嫩的感觉啊 嗯 而且这支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正好这个在北面 看一下它身上这些标签啊 你知道它是这个 以前这个 文物店这个 酷出的作品啊 所以说它这个 来源出色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知道以前 早年的文物店呢 这个 书柜也好啊 还是说这个 什么也好吧 就是有很多 非常好的一些作品呢 都在这个文物店里啊 后面他们也是 因为文物店也会 对外进行一些销售 这个 这个真的是以前店里 尤其看这个标签 大家知道啊 正儿八经云南店 以前酷出的 酷出的东西啊 这是后来可能 第二次进行变卖的时候啊 贴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标签 加镜 好东西啊 走来 我们下一件 这是 是 还是黄油 这个黄油 先不用拿 我们讲其中一支 可以对比一下啊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就属于清代时期的 这个黄油作品了 是乾隆时期的 对这个黄油盘 大家其实可以 对比的来看一下 就是 这个清代啊明代啊 这个时代的一些 就是因为这个烧灶也好啊 还是这个技术的这个成熟也好 它一些不同的这个时代特征 嗯 不论是又又色的这个橙色啊 还是说它这个修足啊等等各种方式啊 我觉得这个 讲到这就说一下就是 我们为什么说 一看一些东西 大体它是什么一个年代的 它就是因为它有它 互动时期的这种 这种时代 留下的这些时代特征在这里 嗯 比方说我们有些东西 症级也好啊 什么也好 我们一看 人家一看你是不是一个行家 或者你你基本上懂不懂一些常识啊 就哪些东西一考你就就差不多了 是吧 我们我们出去症级哈 对吧 也会经常面临一些别人的这种考试的 真的是这样的哈 嗯 其实就是这个在灯光一打 它这个右面上边的这种工艺痕迹 对 就是区别特别大 对 在清代的时候它这个拉完披之后 然后会拿这个竹刷 然后给刷一遍 然后所以它上边的这个痕迹啊 就流出来 对 尤其台里这种弦纹 对对对 实际上大家这个这个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但是仔细看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工艺痕迹 它并不是任何的品相问题 对 然后像明代的这种呢 它可能手工的痕迹 它之后它要拿手工去捏 然后捏完了之后再烧 然后烧完之后呢 它会有变形 所以这个这两个呢 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然后用它这个工艺痕迹是区分 新老和明清不同时代的一个一个标志 对 而且一般而言 就明代的这种黄这种厚感 这种胶内感可能更强一些 就是颜色可能更深沉一些 然后到了清代时代 它可能更右手上那种薄的那种感觉 可能更说 而且颜色可能这种黄的那种 它有一种变浅那种 视觉上那种那种感觉 对 因为这个明代它也是跟那个 幼色 它幼 湿幼 它和胎的这个附着性不强 那个原因有关 它需要多次的上幼 然后所以它 就算多次上幼 它最后烧出来的这种质感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也是比较斑驳的 然后有的地方浅一点 有的地方深一点 但清代的就不一样了 相对均匀很多了 对 所以它试一变幼就够了 对 这也是时代慢慢在进步 它的烧到技术也好 还是用的 这个什么不同的这种 实际上它这个 在景德镇置词 也是工业化程度 越来越高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浓到清 对 这一对真蛮好 好 多少单色幼 应该 然后下一个是 11件多了 10件多了 那讲一下那个摆柚吧 讲一下摆柚就可以 好 对对对 好 摆柚的有几支 摆柚的 你一起拿过来 好 应该是一点多了 10件多了 10件多 好 哎 其实呢就是 我为什么想讲讲摆柚呢 就是 这个当时我个人的感情色彩 就是我自己 我对摆柚的这个作品 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一直有一个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这个跟我一样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这种叫基础情怀 而是 这是什么一个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 就是在任何事情出现之前 它肯定有一个奠定的一个基础的一件 一件作品或者一个事情来出现 比如说 你一个公司团队内部肯定有几个就是 来清清肯定做后勤的人 比如说我们公司这个 在公司做一些我们内勤的这些同事 无论是苦王的同事啊 还是行政的同事啊 还是说 还是说我们公司这个就是财务的同事等等吧 还包括我们这个 其他部门各个部门在 尤其是在内勤这方面 可能为我们出去跑业务呢 这个电动公司这些基础的一些工作是吧 一样的 那白柚呢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 讲到这个我就知道就是 比如说我们学这个 以前学一些考古的这些常识 知道这个可能是 今天到了北齐是吧 发现真正意义上的白柚 那白柚的这个出现呢 就为后代出现各种彩词 它电动的一个基础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学过这个色彩的知道 就是 白柚它可以显示所有的颜色 黑色它可以吸入所有的颜色 因为黑白灰在真的色彩学上 它不属于颜色 不属于色彩 它属于一种就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那个 就是 还有其他的三元色 比方这个 黄绿蓝三元色 然后呢 就像说 白柚上如果 比如说我们后期所知道的 青花鞋也好 幼丽黄好 还是后面说粉彩 豆彩 还是这个 这个 法郎彩粉彩等等吧 羊彩等等 它必须得在白色的一个基础上 去完美地呈现它 嗯 虽然我 我一直对这个白柚作品 还是非常清楚独钟的 嗯 虽然说市场呢 白柚的作品呢 一直说 嗯 表现的这个 并不是说多么特别什么 可能说因为它 嗯 比方说有的 有的是素工的 可能我只照一个透明诱 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说没有其他的这个颜色 显得那么那么绚 绚烂 但是我觉得白色 可能很很宁静啊 很很很 就是很 很素雅的一种感觉哈 嗯 而且 有时候白柚它实际上就是跟 跟人似的 你有时候 不是说看 光看外表就能了解它内心的 对 白柚的话是需要仔细的去端详 或者说是去揣摩的 对 每个时代的白柚实际上 它的呈现的特点都不一样 然后包括每种工艺做出来的白柚呢 呃 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 嗯 就是这两只它实际上都是乾隆时期的 都是呃 轻中漆的 呃 然后 但是呢 它这个两个白柚实际上 就是我们肉眼所看的 是颜色是不一样的 对 可能这里面多一点青 然后那里面多一点黄 就是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呢 比方说讲到这只吧 比方说 我们说这个可能它更质量上 更偏用重一些哈 嗯 然后这只呢 它是采用了这种模艺的激发 加一些里面的一些小提克 嗯 那这只可能更采用了这个 就是提克激发多一些啊 嗯 然后呢 这只呢可能 哎 小巧雅致 然后呢 它是一个花囊 比如说可以做一个花器 那这只呢 它是 它当然也可以做一个花器啊 嗯 嗯 对 然后呢 它的颜色可以看一下 虽然都是白色啊 有点这个不同的这个这个呈现的哈 嗯 啊 这只更素雅 这只呢更更大气 但同时它的文饰也是非常的精细的啊 嗯 对 而且这个胎特别薄 当时我记得第一次那个在裤旁看见的时候就是它裤旁有灯光嘛 然后打到这里边它实际上这块是透的 透的对 所以中间这个它实际上都做到有一点脱胎的这种感觉了 对 然后所以 所以现在保存这么好也没有任何的损伤或者破也是特别好 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它加上这个母影级提克工艺呢 能做这么大还这么薄真的是非常难的在当时啊 嗯 嗯 嗯 就是很多这个清代的这些就是玉瑶然后烧造这个白柚全都是在清党里面记载就是往永乐的 就是甜白 对 就是它的呃 它的这种对白度的要求然后需要接近这种永乐的呃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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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度和白度 嗯 然后其实这两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对 然后它两个实际上都是白柚的但是两个颜色不太一样 就是代表它这个铁含量在柚里面的这种呃这种细微的这个摇炉的不同位置和温度的变化 现在是麻烦这个镜头推进一下看它的一些细节啊 嗯 大概看一下细节啊 而且这两支好像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来源啊和传承啊 所以说给大家讲讲这两支呢也是有原因 这个是应该是加日德那个芝加哥大学艺术博物馆释出的那一批里面的一件 按说应该是因为 也有可能 它很多的白瓷都捐赠给这个芝加哥大学艺术博物馆 嗯 所以很有可能是那个人的呃收藏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查一下 嗯 好 好 OK 我们下面进行我们这个单色诱呢就为大家呈现了这些哈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单色诱的作品啊 大家欢迎去小程序去去关注我们哈 然后我们下一个环境进入这个彩词哈 嗯 彩词啊 彩词也是就是我们这次有四五支吧 就是呃很高级的阳彩 对 好 那第一件呢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乾隆这个阳彩的一件花盆哈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还有这种非常 哎 白的就是阳彩 文艺事也非常吉祥哈 嗯 其实这种花盆呃 呃它是工中定制的 它并不是大运子 对 它当时是专门呃 呃来样定烧 然后到景德镇烧造完了之后 每年的呃 呃几月 然后进进多少支 然后都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嗯 其实也是能对应上的 对 然后但是呃 呃花盆现在的其实市场 并没有那种利价的粉彩阳彩高 但是我觉得花盆是一个现在值得关注的品种 对 因为它的烧造的质量啊 然后还有工艺实际上都非常复杂的 这个画面也是啊 这个有这个如意足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有多少讲究 哈 刚才也说了它有制钉烧 对吧 它制烧之后呢 它把这个制钉也做了一个 这个我们现在所所谓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叫无暇处理 哈 掩盖一下这个这个什么 它用的这个呃 梅花的这个点儿 对对对对 用凡红色的点成这种梅花的装点 它这个这当时因为这个这个制烧留爱的这个痕迹哈 嗯 啊 非常非常讲究的哈 而且你看随着这种 呃 尤其是到了这个 这个从康熙时期 很多这种西洋切法也传入咱们国内哈 嗯 它是叶子这种翻转啊 明眼关系等等 都能体现在这上面了 不光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阳彩法朗彩 在当时需要一些进口啊 包括也这个西方这个 比方说一些这个当时要 传教士啊 把这个当时的西洋一些画法也带进来 也是一个慢慢的我们中西啊 也也体验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 这个融会贯通的一种 一种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很很很很 海阔天空啊 包罗万象 预意也非常好啊 可以看一下 虽然说它没有款 但是这个大家也知道 这个标准就是乾隆宫廷的 嗯 好 漂亮啊 这个也是关注度非常高啊 这个也是关注度非常高啊 好 我们下一件 一只小煤瓶 这个你来讲 我有点 这个小煤瓶 它有点仿造就是宋元时期的那个矮煤瓶的状态 然后来制作 它和其他的那种高挑的 还有包括刚才咱们看的那种红油的煤瓶啊 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上边画的这个杨彩的西方脸 呃 其实非常细细腻 大家上手 其实可以感受一下 它是上面画的 呃 其实跟那个花盆呃 很很相似 上面画的非常细腻 呃 刚才花盆是乾隆的 但是这个呢 落的是嘉庆款 实际上它的质量在嘉庆早期的时候 它呃 质量跟乾隆的时候是差不多的 嗯 很多都是乾隆制作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在嘉庆的时候写款 啊 所以它 这件就是非常典型的嘉庆早期的呃 一个质量的东西 嗯 嗯 然后 呃 这个 这个 包括修胎的这种痕迹 然后 胎上边 所增加的这个护胎的这种 呃 护胎的柚 然后经过磨损 也是非常自然的 啊 然后 呃 它品价好像是口上修了 对 这个口应该是基本上 没有了 重塑了一下 重塑了一下 然后但是 呃 其实 其实修的非常好啊 非常好 对 摆着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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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贵而又典雅 啊 咱们换下一个 然后 都 就是大家 都讲一下 对对对 呃 呃 今天发一些照片 我们先这个 先这个先过目一下 都可以哈 哦 哎 好 下面是另一件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品种啊 属于这个公粉地儿的一只阳彩的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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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瓶子哈 吃龙门瓶瓶瓶瓶 啊 这个也是 它质量也是跟乾隆的非常相似也是嘉庆早期的一个质量的瓶子 嗯 然后上面呢有这个仿早期就是呃 康宝雍早的这种法郎的这种广法郎的技法 对 然后在这个脖子一圈呢 呃 绘制了这些这个这个非常漂亮的这种 这种 这种应该从这个来看的话就是这种这种工艺来看 它还是应该属于这个嘉庆早期的作品了 对对对 就是呃 嗯 早期法郎的这么一个一个作品 然后他在清党里边记载的叫福寿双喜啊 啊这个这个瓶子的名字啊 嗯 因为他画了蝙蝠兽陶 然后呢 还有一些吉祥寓意义的东西 应该也是在这个嘉庆寿宿宴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底下景德镇 然后专门给皇帝做的这么一批东西的一支 嗯 然后里边呢 是松石绿地 然后外边呢是公粉地 嗯 两个配色也是在乾隆晚期特别流行的一种配色 对 而且这个平行也特别挺拔啊 两个耳朵这个这个张力也特别好啊 嗯 对 行真的非常好 嗯 这个橙色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公粉地呢 给人感觉很柔和的一种啊 焦嫩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又配上非常华丽的那个阳彩 对 所以呃 给人感觉到这个也是视觉冲击力很强 对 其实有些呢 是这样的就是呃 呃 前面这几眼阳彩看啊 就是大家是 我们平时说叫艳而不俗 为什么说这么一个词呢 就是说 大家其实就是如果隔远了 你一看啊这个东西非常艳丽 或者说看起来好像很什么 但是你你细看的话 其实它每一个色阶 包括它它每一个绘画的细节 都是非常有层次感的 嗯 它不俗就不俗在这里 其实它是非常有匠心的啊 嗯 而且是非常非常这个用心去做的 嗯 大家可以有时候去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要看一些细节呢 就是比如说它 哪怕上面 大家让摄影师来切一下镜头 比如说 我们随便找一点 比如说上面这个蝙蝠也好啊 还是树团好 它一笔一笔的那种笔触感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真的是一笔一笔用心去画的 不是说 不是说我随便去描几笔啊 尤其比方说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些 仿制品啊 经常来送拍的啊 嗯 画的比较好 诈一看 就特别像 但你一细看 无论是那种用笔啊 它那种用笔的节奏啊 或者是说它画面 某一个细节的处理啊 它其实不耐看的 只是诈一看的很像 嗯 希望大家呢也是 呃 其实我们做这个呢 不是说为了说 去光是说推广我们的一个拍卖 就是说我们也很希望是说 就是大家真的对收藏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有机会 能去博物馆呢 就尽量去看博物馆 但是你有更好的机会去上手的话 比方说来这个拍卖行 去来上手 或者你哪怕说 不是说为了参与拍卖 我也不希望说你在一个 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去去去去 去这个 比如说你把你这个钱财 你想去收藏 或者说我想怎么着 呃 不要那么轻易去什么 你一定要在一个 比较成熟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可以多上手啊 多去做一些对比 你就知道 好的东西和和和普通的东西 它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哈 一定要多对比多上手 其实这个建立也好 什么也好 它就是一个类型学分析 你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去对比 就是知道好的地方 它好在哪里 你才知道它不好的地方 不好在哪里 有些东西呢 你去说 真的很难去说通的 因为你比方说 你你你你讲个课本上的知识 或者书本上的知识 它写的都是那种形容词 很灰色 你怎么去理解它呢 它真的很难的 嗯 嗯 好 我们继续下一件 好 好 好 OK 好 这这呢也是我们这个拍卖的这个 杨彩的一件这个亮点 也都是跟前面的几只一样 都是我们这个肥业力 这个重推的一个杨彩一组的一个作品 这个呢 其实为什么叫铃铛妹 其实大家这个 从这个气形上就就能看出来哈 特别像是这个摇灵 对吧 就是很形象嘛 嗯 好那这个呢 也是这个 通过这个 这个 哦 然后这还是个腌制粉地儿啊 嗯 这个是腌制红地儿了 腌制粉 然后呢 它是通过还有这种压道工艺啊 压道工艺啊 在里面也是 非常这种繁琐哈 锦上天花 嗯 锦上天花 然后画了这种西洋的 还有花卉啊 嗯 然后呢 好久好在它两边还有个开光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 这个杯子 谁过生日 大家可以送啊 就是 过生日或者过年的时候啊 对 以前就是一个 过生日或者过年的时候 对 一个很高端的礼品 对 因为它后边写了啊 新年长命碑 对 然后 后边还画了专门这个人参果 对 然后还有这个梅花 对 然后其实都是特别有意思 对 灵芝 而里面还有这个繁红的五幅 嗯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寓意啊 比如说这个 呃 为什么你看古人啊 比如说看这个新年长命碑 大家也知道 因为古人那个就是 呃 当时的这个 就是吃食也好 还是医疗水准也好等等 都都 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哈 所以那时候就是普遍的寿命都比较低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古代有 有几个有名的这个人 什么 火球兵啊 星期级啊 你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蛋也知道 对吧 啊 是其实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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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在当时情况下 嗯 当时是70度老来袭了 对吧 对吧 所以大家也能看到 包括以前还发那个这个 这个纠账啊 给那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啊 这个能能过多 当时纠账是几十岁的老人来着哈 你想想在当时活这个 你都长寿是一个 多么大家期望和和和和和这个 就是说一个美好的一个一个一个心愿 包括很多皇帝也好 什么呀 就是为了炼丹是吧 求仙丹也希望自己长生不老 或者延续这个自己的寿命啊 寿命也好啊 这是一个当时很现实的一个一个问题啊 很正常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是吧 就是这个很现实的啊 嗯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新年长命杯啊 很有意思 而且它这个这个杯子啊 就是完全不是使用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礼品 尤其里边画了这个五幅 五幅 它如果使用的话 它就会其实就是不太好对身体 然后它就画在里边 实际上这种就是不是不是使用的 嗯 好 大家稍微看一下啊 对了 它这个底下还有一个款式哈 猪树糖 那我们也没有去查 也没有去查了它 如果有心人啊 大家可以说去 如果能详细做一个资料的话 我希望大家这个 如果有心的人可以去这个资料方面 比方说有有必要这个 呃 可以下功夫去查一查哈 好 好 继续 好 好 下一件呢也是我们这场呢 哎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件作品啊 这是一件鲜龙时期的这个白地儿羊彩的一件作品了啊 也是 哎呦 这个彩的立体感和通路感真的非常好啊 嗯 它会更厚一点 嗯 就是它的立体感会很强啊 也是它也非常轻薄啊 嗯 我我从我从我从这个外面的两个两个灯打过来 我都可以看到这个外 我都可以看到这个外 我从这边里面来看 我都可以看到外壁成像的这个颜色了 嗯 嗯 它这个款式特别有特点 就是乾隆很少见的一个款 就是最后的这个这个这个轻字 它底下是有点像球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 就是分叉的 嗯 这个这个字体也是乾隆挺很少见的一个字体 嗯 要特殊的一个还是 对对对 应该就直接进去换一次 嗯 嗯 嗯 其实用彩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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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 嗯 色彩特别好 我觉得它那个彩的这个保空装上真的非常好 嗯 对 这个色彩特别丰富 嗯 就让人很直观的就是感觉会有所需 对它没有在一些色点上去去描绘它 是采用了这个白点来呈现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色列变化呀 柴的这种柴的这种层次感啊 还是说看它上面那种线条的描绘一些 对对 虽然成菜啊 这个 这个我说在白点上大 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更清晰一些啊 因为它没有几乎没有其他色列 就是作为一个底色的一个一个遮盖啊 啊 而且这个还有点就是因为它整个口圆啊都 没有一层金 嗯 也是非常那个可以说是非常讲究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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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GXIE先生的这个船船 这个船船 这个船船 而且刚刚不久前 把这个专场 然后也是做了 哦 我明白了 是的 又是高付专场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TIV 就是在柬合这个GXIE先生节银谷 嗯 早餐做了一个大的滴冷口 可以休息一下了哈 对 但是做了一个他是在 也可以释述一下 但是作为一个高付专场 做了一个告别的专场 把试出了一部分自己的场面 这样的就是其中一致 一件东西 地权关系的传承 比如前两年 在疫情期间 当时 专门做过一个 关于传承的专题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有些东西它传承的 也很重要的 我们也可以说 前世今生流传的故事 我觉得也可能增加了很多 神奇神秘的色彩在里面 对这些东西而言 不光是物件这么简单 很多故事和学术的事情 挺有意思的 OK 好 好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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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两台 啊 那话不让我讲过 讲过了 对 嗯 其他话 那 那没事 就接着讲吧 我们现在给大家讲几件 这个 我们认为这个 常业小小可爱的一些小小物件 然后完成之后呢 就是我们讲一下几件 这个我们正面的 嗯 嗯 好 哎 这位有 不是不是 那几件那个 关友 关友不能解释 关友先讲一下 那几件关友 对 那几件关友 对 好 那几件小物 都高度近视 了三位老师 好 好 好 嗯 我们继续看下一件 啊 嗯 这个呢也是 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种啊 在清代这个 这个 黄地儿绿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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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追踪也好 或者是安克也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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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在这个 呃 也是在这个 这个 清空内庭哈 这个最常这个 具有这个 意义的一件作品哈 当然 应该是 这个石油车 是鬼店 还是很豪猥的呀 嗯 嗯 嗯 这是 一个 就是 啊 你有一个 这个 一个 对 这的话 质量 不是特别好的 嗯 非常好 就是两个板其实比在一起 其实可以看到它有传承关系 对 可以让的时候 雍正的时候它的板 其实是传承康熙 它更立一些 有点像斗立形 然后乾隆的时候 它就是更蹲一些 然后上面有一些撇口 它做的细节就更多一些 然后成的范好像更满一些的样子 而雍正的时候它就更秀一些 它可能撇口的就是这种状态 这种都始于算是同时期的 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了 对 都是蛮有代表意义的 对了 关于刚才我在市民号 还有看到有其他的事物的流言 就是说一个 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老师 我们只是说 我们在派卖公司也是担任一下业务 就是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 还有关于这个收藏 就是 首先的东西呢 肯定是个人各看 这很正常的 就是 我们呢就是作为派卖公司呢 肯定还是希望说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 就是 希望大家这个收藏啊 我们肯定是希望大家都比较专业 或者说 在审美上更加这个提升一些 然后我们也不是说 这个比较说什么所谓的专家或什么 但是我们呢也是在这个行业里呢 来做这个行动 就是也希望给大家这个做一些分享啊 其实实际上就是 管理这个贫卖公司啊 其实我们在海面呢 也也也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比方说 把我们去征集也好 或者给人送货上的也好啊 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都比较小啊 就是经常会碰到这种 就是我们看不看得多东西啊 我们也不能算百分之百 我们什么都能看得多 这个很正常啊 每个人都有这个 也需要学习 我们进入一个空间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行动的这个 就是从业人员嘛 我觉得一些基础的这个建设 我们还有多少 还是有一些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嗯 你不要认为这个一个 拍卖公司 我们是我们 我们公司也好 还是其他 其他拍卖公司也好 我们这个项目的公司 如果你的东西送货 你没有去收啊 其实有时候 你要反思一下 到底是像 别人传的这样呢 是你这个拍卖公司 是听得像传言传的说 是不是 我们自己的货啊 还是怎么需要空洞关系 真的是这样吗 有时候有时候 也需要自我反思一下 就是你这些东西 到底是怎么样啊 有时候也不能去 盲目自信 当然以后都盲目 这个忘记匪博 是吧 对吧 好 我们这个插个小话题啊 我们再讲回 这个我们的这个拍片了 因为其实呢 在秦宫里面 他有非常明确的 这种这个 使用的这个责礼啊 就我记得 我当时去顾空博物馆 看家兰的时候呢 当时我还拍了一个 当时的那个 秦宫那个 后博物庭的 这个使用责礼 我很多朋友 就我什么地方 这有的啊 我可以这个 简单插一句啊 就是这张图 就是这张图 其实这个 这个我已经拍了很久了 很多 我记得我转发给很多朋友哈 字太小看不清楚 我大体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 就是说 比方说哈 他这个 黄瓷板 黄瓷碟 黄瓷碗 黄瓷中 黄瓷中就指杯子哈 这当时的这种叫法 他只有这个 皇帝皇后和皇太后 这个级别用的 然后他是数量上有差异 然后呢 到了这个 白里黄瓷 这是这个 就是里白外黄的哈 这是这个黄贵妃来用的 然后到了黄帝绿龙哈 就是贵妃和妃 那我没记错哈 就是黄贵妃 这个这个和贵妃才用的 只不过稍微数量上呢 在这个盘子上 可能是贵妃一年是四个 然后妃是两件 它是有这个等级差异的 比方说别的这个 蓝地儿黄龙呢 它是这个 拼 非拼的拼 然后贵人呢 是用的这个绿地儿子龙 然后常在呢 是用的五彩红龙 然后到了其他的这个 黄子这个福晋啊 就是黄 这个 黄子的这个 这个配偶是吗 它用的出各色的 其实其他什么东西啊 就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 有等级花瓶制度的哈 也是一个非常有的 非常严格的这种 等级身份的一个象征啊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红地儿绿龙 它的这个 龙刻的这个 胸目状况啊 这种非常清晰的 这种流畅度 整个右手的这种反馈啊 非常好 底下有江南海水啊 好 好 我们再讲回另一件啊 然后这只也是啊 雍正时期的 这个我相信这个 一般喜欢瓷系的这个 这个这个 各位这个 藏家 还是这个 行家 这个朋友啊 可以知道 这也算是一件名品了啊 对 江南海水 对这个 云鹤文啊 就是 雍正也是 他会练丹 然后尤其他摆很多的仙鹤 画在这个瓷器上 嗯 这个 这个 画云鹤文的这个画片呢 呃 画的这个晚上是雍正朝 很独特的这么一个 呃 品种 呃 上面还有这个画青花的 青花 我们之前还爱过 有青花的这个鹤文 然后画在这上 对 呃 原来有一个 在故宫里边有一个 卷秦斋 嗯 卷秦斋专门是 英政皇帝让这个 郎世宁的徒弟啊 呃 呃 王又学 然后专门在这个呃 卷秦斋里边画鹤啊 啊 然后他这个王又学他从小就跟这个 郎世宁学习画鹤呃 呃 然后里边画了很多呃 这个百鹤图啊 然后还有这些呃 独立的就是一单鹤独立的这种呃 这种这种形象 然后会会在这个雍正的这个书房里边啊 所以雍正皇帝对鹤还是前有独钟的 然后像这个碗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碗呃是在雍正时候一个名品吧 嗯哼 而且你看他美之鹤的形态也不一样啊 啊 非常这个 生动啊 可以说是非常用心啊 上面还填了一个白彩哈 嗯 对 这种鲜鹤的姿态这个真的树栦如生 嗯 他这个美之鹤的这个不同的状态 实际上雍正当时洽旨 呃 最早的时候 郎世宁画鹤都是呃 呃 呃 就是宋人的礼仪 对 和这个西洋的鹤的画法相结合的 所以每只鹤的这种状态 实际上当时都是有这个清宫的这种画稿的 对 某北画 这个画稿当时常见到这个 由这个宫廷画师 比如说郎世宁或者王又学 他们画完之后呢 给皇帝看批完了 然后可以了 然后再到景德镇去画稿 然后再去烧造这个瓷器 然后烧造很多次过来之后 雍正又批这些画的怎么样 或者说应该有什么改进的方式 然后再去重新的改进 对 所以这个做这么一只官腰的碗 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对 好 对 而且提起这个鹤 我就想起那个宋徽宗的这个锐鹤图 对 我当时是这个 沈阳这个博物馆 它为了当时一个古代说话大胆的时候 我这个真的是 我不管这个什么情况下 我抽出时间我都要去 我还当时去看了一次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豆彩这个作品 这是两件都是道光时期豆彩的一个作品 然后呢 有一支这个是豆彩这种灌套花卉醋菊文的这个碗 而且这个状态保存得非常好 那豆彩大家也知道 也是一个像来说品种在词义上比较高级的一个品种 因为它既要用右下这种青花去勾这个纹饰 同时呢 有第二次呢 就烧完之后呢 它这个类似于青花蛋苗的一个作品 对吧 对 然后呢 在二次就烧出来之后呢 我再进行这个根据这个文师的需要 我去再填彩 然后再进行低温的一个烧制 所以呢 它这个就是烧成率还是非常低的 它就烧到这个困难程度呢 要高一些 然后呢 因为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豆彩 当然是ETA豆彩 大家就知道大名丁点这个青花豆彩鸡钢杯了 这个可以是绝对的名品 其实这个豆彩呢 其实它也是这个狭义和广义之分 比如说我们说 一般说狭义呢 我们现在可能说 一般使这个豆彩作品 都用它狭义上的作品 这个定义 比如说就是用这个青花呢 右下去勾勒纹饰 然后呢 右上 然后用彩色去填模特这个主要的这个画片 叫豆彩 其实以前它广义上呢 它就指 右下彩和右上彩 朵彩结合的一个品种 其实像这样追溯的话 以前实际上是在 在民国以前叫五彩 对 五彩 就是说包括青空党里边介绍的 这个豆彩鸡钢杯也是叫五彩 实际上就是青花和彩的一个结合 就是传统的五彩 到这个民国的时候 这个引流是说词 引流在说词之后呢 然后才我们现在才管它叫这个豆彩 对 所以这也是现在一个颠倒的一个 就是它的概念是颠倒的和以前 但是我们现在容易记的方式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争旗豆艳的颜色 对对对对 所以叫豆彩 对 这是台北故宫的这个廖先生 廖先生这个总结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点 就是梅宗彩 它的明亮度比这个五彩要高 所以它争旗豆艳 所以叫豆彩也是挺好的 对 而且主要还有一点在哪 就是因为这个以前的时候豆彩 因为尤其在明代它的豆彩丝呢 它上面孵的彩 它以这种五彩 就是它那个时候的彩呢 它不像说后面这个到了这个清代这个康熙中晚 其实有了这个粉彩出现之后呢 它有这种柔和的这种粉彩了 就那个时候呢 因为到了雍正它的豆彩呢 包括它以后 它是更为这种立体感的这种彩 有这种阴阳变化 就是它的彩更立体 它就是改变了以往这个右下青花跟右上五彩结合的模式 它是用了右下青花跟右上这种粉彩结合的方式 它可能表现出来的这种感觉更淡雅 对 以前呢是视觉冲击力那种踩的那种冲击力可能更强 很多人比方说跟我说一看那个橙花透彩金刚杯啊 你细看的话它比较粗 它其实呢也不是 你不能那样去看 其实它既然去画它 而且它官邀的作品 其实它画的问题是非常细的 只不过它是一个时代特征的一个体现 对吧 这一场里面传统官邀的话 这两件算是两件特别好的 对 而且这个好像 两支都是全品 对 而且这个好像还有一个来源 一个记录的来源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输入笔的来源 对 然后这两个 然后这一支 这一支是一个病地连的一个题材 对 我干这个病地连啊 我说一下 就因为这种啊 在当时是干嘛用 它其实就是茶碗 茶器 因为这个是有清党的 有明确记载这种病地呢 它是永整实习创烧的 乾隆实际呢 有过档案记载说 这个五彩病地连茶碗 它是有这么个记载的 所以指的就是这个 就是专门能够对应成清党 而且这种呢 就是斗彩器呢 也相对来说是一个 很值得关注的一个品种啊 真的非常素雅 而且病地连的寓意也非常好 而且两支呢 我们这个都是一个这个 豆彩品种 其实而且另一方面呢 还都是有这个 比较好的一个传整 其他呢 还是都是这个完整系 我觉得非常难得 喜欢传统官窑的朋友 这两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在这一场 对对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明天下午两点就拍了 对明天下午两点 对明天下午两点啊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 合理安排时间 有个现在 时间有两个 还讲得容易吗 哪个 这两个 我知道 这下面拿什么呀 那个煤瓶 右里红的那个 对 可以可以 你先拿煤瓶吧 先拿煤瓶 把那几个右里红的一起拿过来吧 就这样讲吧 我们就快了 对 对 把那几个青花右里红的 陆续拿过来 拿过来 对 这支观音频特别压 讲到刚才说这个右下这个就是跟右上这种逗材呢 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关于就是右下材 纯右下材 那右下材呢我们一般熟制的就是青花 右里红 青花右里红 还有到了这个康熙时期创造的这种右下三材等等 包括后面这个李能子创造的这种右下五材什么材 就是特种右下次的品种 然后我们这场呢也有几件这个青花右里红的作品 放旁边 先放旁边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们有一件这个康熙时期的这个青花右里红的这个兰花 兰花 然后呢还有这个这个 有点这种 天然博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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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花卉博谷 更重要的一点啊 除了这个青花右里红啊 它同时烧到它这个橙色本来就很困难啊 尤其是两者能烧个非常好的一个颜色本来就很难 因为它两个对这个 环境和温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这个铜它氧化 尤其是右里红这种铜的这种 阳化反应才能才能变红 对 然后呢这个蓝的呢是铺料 对 这个不是铁铁料它如果说是在还原反应中才能变很清澈 哎呀 然后呢又青又红那这两种状态必须保持在一个温度下和一个摇位下才能呃才能比较准确的发色出来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难的 对 其实这三个呃六里红的发色其实都还好 对 但是这两个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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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支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一支 为什么呢 第一呢它这个就是文系特别足 除了当时刚才说的这种天兰花卉博谷呢 它后面呢还有比较难得的这个诗文在上面 我们也知道就是一般有诗文和文字记载的东西呢 它传承的这种信息价值更多一些 这个有诗文在上面呢 就是更能增加它这个整个这个画面 一个是丰富度 然后包括当时作者 它当时有一种心境 我们都可以从上面来体会一下 能体察出来 它上面写的诗文也可以跟大家特写 特写然后解读一下 什么古丸风生为旧 古丸风生为旧 然后实传气象精心 其实也是 就是有一种古丸呢 它的分级可能就是唯旧就是一直由来已久 对 康熙的时候对这个金石 金石学的一个理解吧 对古丸收藏的一个理解 所以它画在这么一个小屏上 小婚姻尊上我觉得还是挺 然后这一个落款 大家关注一下 这个落款是一个清云居款 清云居呢在康熙时候 往往它落清云居款的 往往的话它的质量都会 都会比较高 对 无论是在化工啊 或者说是各方面 然后像这一支这么有文人气息的一个观音尊呢 也可以推测出来 特别特别雅致 对 也可以推测出来这个清云居 这个主人呢 它像这一类的基本上都是 可能是那种 也甚至是私人定烧的一种 对 高级的一种一种定烧器 对 虽然我们虽然说不是说是观摇 对 但是肯定也不是说常人所欲 那肯定 而且能在当时能用这种工本来制造这么高质量的这个 这个这个作品啊 刺激作品肯定也是非常这个有身份 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了 肯定的 对 很不熟的一个门人雅师 对 然后它下面的话是一个宣责的寄托款 寄托款 对 可以说这个无论是化工啊 这个文器啊 还是落款 基本上包括气形啊 基本上还是非常非常这个充盈 这个各个元素都在一起的一个作品了 非常非常好 如果这个寄托款呢 也是跟它这个博古的题材所贴合 对 这支对 嗯 好 然后还有一支呢 也是同时期的这个 康熙时期的一个作品 画这个奎凤文的哈 嗯 这是一个经典的造型 姚灵尊 对 比较有名的这个叫姚灵尊 或者还有一个名字叫双鹿尊 对啊 好 然后 也是根据他这个呃呃呈现这种这种形态哈 对 官邀的作品啊 这个也非常经典的 一个非常就时代艺的一个作品 好像这也是康熙时期 一个创造的一个品种 对 而且它这个上边的 奎龙奎凤的这种文饰 还是流言设计的 专门流言画过这个稿 然后在它的这种 大的窑户里边进行烧造 这个实际上它画的人 或者制作的人 其实和益窑场和官邀的类似一批人的 但是它的最后 它烧到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有几个窑户也在紧的段階 它离益窑很近 这几个大窑户烧出来的工具质量 实际上也很好 对 特别经典的气息 对 那大家也知道 你看刚才那个叫郭音亭 官邑那个叫姚邓棕 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的 这个比较石榴的 也是它这个呈现的这种形态 因为石榴也是一个 在我们古代 也是一个比较 就吉祥玉的一个品种 因为它这个果实比较丰富 而且甘甜 尤其是它这个多子 也是一个比较 对于一个家庭追求 就是比如我们古代 和讲的四子通道 五书同堂 多子多孙 对 多子多孙 希望这个 石榴 对 希望你这个家庭香火延续 这个也是一个 石榴本身就是很多子的一种果实 对 而且这只呢 它是大约是在英文乾隆时期的一个品种 比较流行的一个品种 它这个呢 是采用了一种周青柚 它不是从宅柚为地儿的 然后这上面也是用了这个青花 和柚柳红结合的一种方式 画了一个山石牡丹 也是非常素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很素雅 它主要也是 这个柏镜这个框软 非常紧拔 比例也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背面呢 因为它流入一个大片的空白 它为了不使它特别单调呢 它画了一节这个翠竹 点缀其中 其实它这个品种也是就是模仿 有点传承这个康熙的右下三彩所做的 它有时候呢 它会堆白 对 然后有的是没有堆白的 有的就是青花和柚柳红 对 尤其右下堆白 它那个豆青地那块 豆青肉那块 它还会经常做一些山石的这种处理 做一些提克在上面 对 然后它底下呢 还上一层这个铁的这个护胎柚 对 然后有点仿这种乳的感觉 就是仿铁骨大观柚的这种感觉 对 因为我们这种还见过这个 雍鲁前龙是这种仿观柚 仿可柚的那种 对 有这种没有颜色的 然后就是纯净的这种 对 官员作品 对 仿观柚 仿乳柚 对 也是非常素雅的一件 这个文房陈设器 因为这个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 我觉得这种美也不用我们去说太多 有时候一件作品的呈现给大家 它就提供那种美感 其实不用我们去多言的 我们只能说是简单的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刚刚有人说什么 豆彩是雍正时机创烧技术了吗 没说是雍正时机创烧 那您听差了 对 雍正目前我们能 这个豆彩作品 目前我们能追溯的 就比较成熟的 目前应该是在 这个宣德时期 就是应该是在 87年 是87年 当时 当时那个 就有一组旅行照片 当时从西藏 那个 那个叫 叫什么寺来的 萨加寺 对 当时带到这个北京来之后呢 被耿先生看到之后呢 也是大呼惊叹 非常非常的这个惊喜啊 所以当时也带了这个一批这个考量团去撒 看到了当时我们现在大家熟知了 也可以叫它清华五彩吧 对 宣扬五彩 宣扬五彩 一个一件高足的 还有一件撇口的 把这个连池鸳鸯的 还带着范文的 这个不是啊 就是我们是说 只不过雍正朝呢 改变了原先的这种斗彩 是右下青花跟右上五彩结合的方式 他是用了这个右下青花跟右上这个粉彩结合 就更加仍内 更加这种清新了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 不是说雍正创烧的 是他时代的富裕了一种 他当时有的一种 这个粉彩的特性 再重新进入了一种 算是一种创新 是这个意思 这个还有一位说 还有一位朋友说 看看道光三不红开光牡丹茶 有的 好一会看一下 好那这几件大家可以收一下 慢慢 对我们开始讲一些重要的 时间已经随一点了 好 那我们开始呢讲几件 我们相对来说 这次大家比较关注的 比较我们这个封面肥叶的 几件作品 然后我们再留出空域时间来 给大家表明有什么需要可以看的 就看想要看的 好 我们在之后再讲 好 我们就先从我们的 1277 明代 可以 可以 好我们就先讲明代的作品 好 这个 呃 不不讲 直接那个重要的 工作人员很辛苦 明天是下午两点开拍 对 明天下午两点 我们上午呢 如果大家有时间 还可以来我们这个预展的现场 进行调阅 好 那我们开始进入我们这个专场 就明天进行家场的专场 几件比较重要的 我们给大家重推的几件这个产品 首先呢 因为今年也是龙年 那我们就先以这个龙文题材 给大家开个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正面 现在是可以麻烦把镜头推进一下 特别有特点的龙 大家可以光看这个龙 可以不知道能不能判断出来年代 对 开脸太凶悍了 就比较威猛 比较威猛 比较气势 这个中风 有朋友说像有没有 有朋友说是雍正 还有还有别的年代 还有没有可能是更早呢 哇这个东先生 这位老师 这个一看就是绝对是这个瓷器非常有研究的一位老师了 这个一眼就知道这个是赵福 给大家揭晓一下MIDI 刚才这个东老师 看这个款可能新手玩家又更懵了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我们常见的像清代官窑里面 很明确的大清康熙年制 大清雍正年制 对 它没有那个具体的年号 龙像师 是这样的 就是 其实呢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去年呢 保利卖过一只这个 同时一件龙钢 龙的一件鞍钢 对吧 有没有印象 对 然后那只当时也是 特别 特别这个 就是 一件这个非常非常紧俏的一件这个牌品 那件在 关注的特别够 对 那件在明清磁器鉴定里 我印象很深刻 是有一样同类的在里面 对 然后那个呢 其实那个龙钢钢钢 其实度过时代特征非常相近的 对 也是同时期的一个作品 虽然那只没有赎款 就是我们虽然有落款 它肯定是通过这个对比文知道 它是一个同时期的作品 对 那个被这个 王老师收入囊中 对 对 这个可以看一下 它正面的这个龙的一个细节 对 它 这个有点像中峰啊 那它的头有点像 梳了一个中峰的一个发型 是 就是很苍老的一个发型 它 它这个盘子有一样制式的五彩的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只 对 然后 国博也有一只 这个同类的这种青花的 也有的 青花和 对 和五彩各有一只 对 大家可以看它一些龙爪上面 龙爪的那个力度 还有它那个龙的躯干 躯干里面青花的点染 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发丝 发丝是分毫臂线的 然后周围就是一圈的海水江崖 对 而且它这个龙虽然说看起来老太龙中啊 但是它这个身躯啊 这个 这个 这个五爪特别的有 威猛有力啊 对 也是一种 我觉得呢 也是因为在这个 怎么说呢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晚明崇祯时期啊 虽然说我们 见不到同时期属这个 惯弱的作品啊 但是这种 呃 盼王这种用气啊 也是 我觉得也是借 借此寓意的一个什么呢 虽然说我们身处一个 像来说乱世 或者说一个动荡的年代 但是它还是说 希望说 想想追目前朝那种 哎 我我通过我这个朝 这个时代的这种霸气啊 希望说 哎 我们能获得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就 或者什么啊 这边网友还在猜年代 那我们可以揭晓一下 有一位谭 谭宁女 说的还是挺准确的 是明 应该是明晚期 对对对 这个准确年代呢 就是 重征 对 因为这个我们是通过 它后面的这个 呃 书款啊 明确的一个 纪年的一个 对 可以能明显知道 它是什么年代 假虚 春 对 照辅 造用 为什么是照辅 造用呢 这个跟 明代的 藩王制度有关系 对 就我在明代的话 也没有说特别特别 先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说特别 重征的 特别 特别重征 对 重征的时候 也没有说特别明确 那个 它是官邀 对 然后像这一个照 这一个有明确写的 照辅造用的呢 那就是很明确 就是这个就是当时 这个是赵王 对 东飘先生说 同类还见过 李自成的大顺法 这个确实是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只大顺年制造的 这个小杯子 是从越南 当时从越南回来的 那个小杯子 印尖特别深 这个东飘先生非常专业 绝对专业的 书成 因为我有一个同样五彩的 那更厉害 那五彩的也很厉害 那肯定厉害 这种应该纯饰量也是特别少的 对非常少的 十个以内 目前所见 并没有 反正目前就见过几只 我记得是除了博物馆 除了国博是上博还有吗 还是哪还有一只 我忘了 然后以前还试出过一只 就前两年 是是 对 对 也是如果一只 但是我也做了一个对比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比较客观的时候 就是我 我包括跟国博 那只还是 以前世纯的 这都做过一个对比 我认为这只 就是从一些细节处理上 这只还是目前 我见过就是 我们不说这个品项什么问题 就是真的是处理的这个 毛发呀 还是说它这个龙爪 还是说它这个腹部的那种点染啊 这处理还已经非常细致 对 它个体之间还是有略微差别的 虽然说它的画片 或者说题材一模一样 这一只的话 在对比之下 还是能够感觉到的 这一只的话 它的画功啊 各方面呢 确实会更加偏细腻一点 对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盘的外壁 要这种形容 真的 如果其实如果没有看过 只说看外壁的话 你认为它是这个 晚明的 像万利啊什么的 你也说实话 你这样去猜也毫不过分 虽然轻滑料可能说提炼的更加蓝艳一些了 没有这么多那种 这种回星料那么紫艳 但是它这个你看它这个龙 我们正好 下面就一只这个万利学学作品 其实你看它的风格 非常相近的 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过渡传承的一个继承关系 但是它这个就是 大家一看这个胎右 然后质量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底下路胎的部分 其实就能知道它是重真的做的 对对对 它重真和家境万利是一个分水岭 对 就在于它这个胎中的铝含量 这个减少了 也就是说它这个硬度提高了 然后呢 这个白度是因为它铁含量减少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然后它的右的这个白度就提高了 所以 还是和那个 就是像包括这种炉子呀 还有重真的这种其他的器物 然后和万利家境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对 也是一个时代特点 对 视觉呈现场就能看得起来 同时这一支也是可以说来源 对对对 它是它有一个出版 对 是郭学雷 对 郭先生 郭先生早年的一个 早年名词俱征 对 出过一本书 然后就将这一件收录在了那本书里面 对 收录其中 所以也是 对 比较好的这种出版 还有这个认证的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真的是也是 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件作品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无论是作为你这个 尤其是在我们研究瓷器这种 这个 这个 时代梳理上 它也是非常具有重要的一个 一个意义的一件作品 同时也是研究这个时代画风 继承关系 这种演变啊等等吧 都是非常具有这个 无论是学术价值 还是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市场价值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实这种呢 我我我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像这种作品啊 更适合什么呢 不光是说作为藏在一个收藏 其实作为一些公司公司的这种收藏机构啊 如果说呃 当然这个品样是存在一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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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瑕疵 做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过度 就是这个增加一些学术价值啊 非常非常有重要意义的 嗯收藏 收藏真正收藏极的一个对一个品种 对 好 好 我们下面 我们继续 来 同样又是一件本厂 特别特别重要的 也是很特殊的一件万历时期的 对万历时期的这个也是 哎 主要也是以龙纹啊 加上海水龙纹的这个一个宝珠牛的这个盖壳 对 对 我们可能常见这种的 对 捧合的会多一点 对 其实这个加万时期啊 尤其是到了万历一朝 其实它尤其是加万这个时期 我发现就是说 它很多这个新奇奇巧的这个作品啊 还比较多啊 就是在这个时代上 而且尤其到了这个万历加万时期吧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国库比较充盈 而且我记得当时还出现这个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一些收藏啊 或者说什么之类吧 就是它这个 其实就是资产比较充裕 它可能能能能能花费更多的这种物理去 稍稍一些比较兴趣的一些物件 在这上面啊 这呢就很特殊 因为我们也常见到这个万历的这个盖壳有多样化 比方说有圆形的 有方形的 有长方的 还有还有窝角的 啊 还有这个 呃 有这种纯圆的上下的字幕口相合的 啊 还有一些比方说 哎 还有一些盒呢 还在镂空的 但是呢 这个带宝珠钮这种圆盖的 我觉得这个它真的蛮少见的 嗯 这种在当时晚明的漆器里边是有出现的 哎 对 这种实际上就是跟漆盖同中同圆的这个气型是一样的 对 这个得打开来 对 里面 对 这而且这个呢 不光是说你看那个盖子和外面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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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盖盒的这个外壁有这个龙门的这个这个呈现 哎 更难能可遇的是啊 它是真的满画片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盒子内部 它进行一个分隔处理啊 但是满汇于龙门 啊 这真的是 非常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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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用心来烧造的一件这个这个官容作品啊 我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 呃 其实我们就是做这个图路也好什么也好 我们也会说去查一些资料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前面照辅的这只盘子 我们能查到国博有同款 或者以前市场就前几年还拍过一只啊 然后这个也是也好像市场就拍过那一只 嗯 对 也是在就是国博有一只 目前其他的有没有 我我也印象不多了 好像也没有了 嗯 啊 这这也是啊 我我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 那就是同款的哈 因为这种啊 可能说 比如说有有有那五彩的 比如说或者青花的画一些别的一些文士的 或者也有画龙门的 它很多就是这个盒子在 嗯 而且盒子很多还一般这种 这种隔阂啊 它很多都有一些磕损 保存壮并不是很好 然后甚至那那你说又能找到他的这种圆 圆盖的就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很少很少见到的 啊 这个还带着这个圆盖 而且 这个其实带这种盖子的 其实真的很少 很少 像刚刚开始我说这种一般里面是这种隔 隔的这种隔阂的 对 隔盘嘛 或者说 对 它上面可能是那种弧形的那种 对对 对对 就类似就是很我们多多建一点的盆盒的那种 对 就圆的那种 它是子母口 这个这是那个母口是这边往下嵌进去那种 对对对 它不是让我们满的 对 这种的盖保住钮 带保住钮的 然后它会再再显得大一点 对 然后正好能嵌进去 它是它正好含住下面的 当时我记得我们预展说呢有好几位这个朋友还问说 会不会 这种会不是圆盖 会不会是货配的 我说这个肯定是圆盖的 为什么呢 我说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 在这个 这个朋友的就是就是 什么兄弟拍行啊 我们这个这个 我们都是良性竞争啊 就是也是试入过一律 而且当时也是年代比较久的 当时呢这个就卖了184 嗯 对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 能保保存的这种真的带有保住钮的圆盒的 带盖 对 就是保住钮圆盖的这种作品啊 真的非常难得的 也是说 非常非常少见的 是的 大家可以都重点关注一下 重点关注一下 这是本场我们两件重要的 对 而且而且明代这个 尤其是嘉腕时期的作品啊 我我还是很希望大家是关注一下的 其实其实我一直觉得嘉腕时期的作品 包括晚明这个时间 真的还是一个比较低挖的一个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 包括我们今天今天拍了几只这个 红志啊 郑德这种盘子是吧 我当时还跟那个这个同事在聊这个 我说以前翻这个老的这个 早年的这个 拍卖记录 在那个时候 比方说一只红的 呃 红志或者郑德的这种 呃 绿龙盘 那时候就能卖一百多元 在零几年 呃 你可以想想 包括90年的末 到零几年这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就能卖个非常非常高的 这种摄像价值 其实 我们呢 就是说 呃 其实慢慢这种审美啊 慢慢可以往前也可以去看看 就是发现一下 不光是说 呃 康文贤实际这种 呃 很直观的那种美感 或者非常 因为他这种很很成熟了 花工啊 什么的 就烧 烧瓷技术啊 非常成熟的 实际这种美 而且 加班使用这种非常直观 给人碰面而来的这种冲击感 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因为我觉得能欣赏这种明代的这种美感 肯定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审美积累 啊 这个磁盒有款 哦 要对对对 刚刚不好意思啊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款 这个这个是有款的 然后刚刚那支龙盘起拍价 龙盘起拍价是20万 嗯 嗯 哦 这里肯定是有关款的哈 大家看一下底部的这个款 我们也在这个图楼上 给大家做的这个 就是资料的对比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 包括除光美术馆 还有以前这个拍过的一支哈 都在图楼上 有我们都这个副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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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明代在这玩 我们在用清代 好 龙盘80英 嗯 有网友已经在在这边 已经在估价了 嗯 好 嗯 从明代我们直接跳跃到了 清代 哎 然后这件呢是我们 这件呢是本场真的 可以说在词汇 稍等稍等稍等 稍等 那个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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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 可以说在词汇的 词汇的作品里面 这一件关注度 极高 对 极其的高 这种镜头推进 麻烦推进一点 嗯 这曝光好好过度啊 嗯 都是白的 对 这个就是光线有点太亮 嗯 哎 可以 现在好多啊 这一支大 大家肯定直接非常直观的就能看出来 它的美感 它的美感 对 有人熟悉这个画片吗 呃 这个 这支呢 这支 呃 气型上面 大家小民意都也 也 也比较清楚 这就是一支很标准的一个软放水平 然后呢 它也是 雍正时期 呃 可以说是 雍正时期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一个 一个气型啊 对 然后这一支的它的这个整个画面 大家也能很直观的也能看到有好多的 好多的这个 这个 侍女 然后还有 其中还有在 在 当中 地毯上面偏旋起舞的 然后还有一个 一位是坐在一个 椅子上面 然后来 欣赏的 啊 这整个画片呢 是 叫做鸳鸯韬 鸳韬的一个 故事情节 这个画片呢 也是明代时候的 明代时候的 一个 一个故 一个故事 一个章节 然后它整个故事呢 可能有点 有点 有点 长 就是这一个画面呢 它是 它是 这一个画面呢 它是讲这个 画面的中心这个人物是 杨淑尔 杨淑尔 他在 他在 他在为这一个 这一位是 是 胡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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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平的内人 胡平的妻子 然后胡平呢 在这里面没有体现啊 他是一个将军 然后 那个胡平将军呢 在这个时候他应该是要去出征赛外了 然后这边的话 杨淑尔在 在为他 跳舞送行 其实是这样一个一个场景 整个故事呢 他是有点尝试一个一个爱情故事 对 只不过这里面 他所有的主体人物都是女性为主了 嗯 其实其实也是 其实很多我们这个体现在慈系上的这个人物画片啊 当然以前比方说元朝时候有的是吧 其实涌现之后就很少见了 对 这个最终盛行起来也是在晚明清初这一块 尤其是随着这种版画啊 还有这种小说啊等等这种 这种传记这种流行啊 嗯 也是把这个很多这种人物故事的情节搬到这个题材 搬到这个慈系题材上来 嗯 就丰富了慈系的这种画面的多样性 对吧 然后这明明清初之后呢 一直也是继承的啊 现在的话 词汇 词汇题材的作品在市场上呢 也是很有热度的 很受关注 很受欢迎也是啊 像这一支的话 大家可以看它局部的一些衣领 包括地毯 一些一些局部的一些处理 它的细节是特别多的 对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彩 这种彩呢都已经 这种彩呢 我们叫做工粉 嗯 特别高级 有 还有包括它这一个黄 这 呃 同样在粉彩里面 如果说达到这种 这种色彩 这种色阶的 往往它的整个 整个人整个人物绘画 它无论是在细节上面还是在彩的上面 整个质量都是会很高的 这个是一个特点 对 而且而且啊 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呃 其实如果通过镜头推进 我们可以看到就每个人物 它的这个细节处理啊 神态啊 呃 动态啊等等都 表现得非常就是 就是 就是每个的表现都不一样啊 对 对 它的这个姿态也好啊 而且这个神奇也好 还有更难能可贵的 我觉得呢 它后面还有一扇这个屏风啊 这个屏风 嗯 用了一些末彩的一个处理技法啊 对 把这个屏风呢 用了一个类似于山石的一个场景 布在后面 对 非常能能显出这个整个画面的这种高级感啊 而且而且我我我我更觉得就 这这个这个人物的这种美啊 包括这种后面这种山石那种村法啊 等等这种细节大家都能看到 而且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整个画面处理高级感在哪呢 就是不光是说它主画面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它的这种 这种点缀的装饰纹饰啊 大家可以像后面它有一个盆景图 嗯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哇 无论是这个花盆 还是里面这个这个石头这个画法啊 哇 真的是太用心了 这个这个这个色阶的这种层次感啊 还是说它这个画画片 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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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为了搭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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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通景的这个这个这个画画面啊 展开的肯定是一幅画 嗯 它并不是说因为的我后面这个地方 比如说 我是一个衬景 我就说去草草草草草草去收笔了 它仍然是非常用心的去画了它 而且呢我 其实啊 嗯 我说个题外话我我个人更想感兴趣的 有时候当然这个是肯定是非常非常好啊 嗯 而且它上面这个铜续的这一块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上面 那个 算是可以把镜头往上拉一拉看一下这边啊 上面一下 嗯 这个不是浅 嗯 有点像浅降 可能是 可能是因为这个镜头里面的光线有点暗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粉彩 这个镜头里面的彩的颜色其实是有很大的色差的 哎 哦 那个算是把这个镜头推到这个这个这个颈部来了哈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颈部这个 哎 这个充满这个铜去铜细的一个这个射梨 然后还拿着拿着弓箭 对对 射了几个梨下 哎这个有什么典故吗 可是我还没有 可能是想吃梨了 哈哈哈哈 那我我还没有来去去查哈 这个屏的就是细节画的特别漂亮 对 然后上面这个动态啊 然后包括这个屏风上面就是 塞水就是有点那个唐代风格 嗯 就是上面画的这个这个笔触特别细腻 对 然后实际上它这个雍正可能偏晚期了 它这个彩啊实际上也已经已经有 就是它的融合度然后还有过度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 然后已经有已经很很像那个早期广彩的那个样子 就是它有点法郎的意思 对对 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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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子也是非常这个采用的非常高级 嗯 采的射色特别高级 对真的真的是 搭配也非常好 嗯 这个这个大家真的值得关注一下哈 这支是 呃 这个起拍是3万 嗯 起拍 非常超高性价比 起拍很低 对 3万 嗯 嗯 嗯 给大家看一下底部哈 嗯 底下是有一个鸡爪 然后这一支的瓶项也是 呃 口部有 口部有膜 然后底下有 有个鸡爪 嗯 然后身上对于画片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对 好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另一支 OK 喜欢画片 对喜欢画片的这种朋友可以重点关注这些 对 好 OK 哎 哎呀这个刚才我们在讲那个那句诗的时候就讲到过这个闭屏哈 嗯 这个闭屏其实从这个明代的诗就已经有了 对 就是我们看一下晚明的一些壁屏啊 对 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是明代版画里边很多的就是壁屏 对 挂在这个墙上 对 包括天启崇祯 对 晚明这块就已经流行了 对 嗯 其实最早的时候南宋的时候就有壁屏了 我们在那个南宋连安遗址出土的那些那个黄城遗址出土的那些 那些壁屏的就是叫百彩型的那种 哦 白菜型的那个龙泉窑的壁屏还有南关的壁屏都有 嗯 然后到清代的时候也是就是就是就是很多就是叫瓶了 就是在这个皇帝可能出行的出行南巡的时候 然后会会把这个壁屏给搁在这个叫个两侧 嗯 所以所以这个壁屏也是挺雅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嗯 对 然后 大家一提到这个壁屏啊就知道这个 等级 对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经常喜欢去这个故宫博物院去去参观啊 哦 你说山西堂 对对对对 偶尔路过这个这个公公的养心养心殿啊 这个其中一角的这个小书房的时候呢就是乾隆皇帝这个小书房啊 著名的这个山西堂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基本上铺满一墙的这个壁屏啊挂了十几个啊 嗯 这个这个也是非常这个有名的啊 乾隆皇帝呢对这个壁屏啊是非常清入独钟的 嗯 就是他呃一方面是这个壁屏啊他非常喜欢啊 这个就是他那个文房的异于天地啊啊 这个小小天地就是精神寄托 另一方面呢他特别写喜欢写诗 哈哈哈哈 特别作为诗 对这个这个非常高产的一个诗人皇帝啊 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个当然除了壁屏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 比如说呃在台北公公博物院就是我们的台北公公是吧 也看到一些其他的有预提式的一些作品啊 壁屏上呢尤其多就是他他好像是一辈子写了多少首诗来的 平均好像是一天创作几首好像是是吧还是几天创作一首啊 就是他的啊 创作的诗特别多所以专门有我记得呃有诗集 对对对有一个学校老师专门研究就是前往的那个诗 然后收集了呃可能得上上千首吧应该是 嗯 然后他这一辈子就是真的是特别喜欢做诗 然后很多的诗呢是重复的利用 然后呢写的这个壁屏啊或者说一些这个这个器物上边 嗯 嗯 然后就是这个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用用用用刑草写的这么一个诗 就是对这个这个字体特别的卷秀 对 嗯 嗯 这个诗啊这个诗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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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较有代表性的 对 嗯 也不是也不单单出现在这支壁屏上 对对对 对对 上面也会有对也会有这这一套诗吧 对很很正常的他的这个诗文有说 嗯 在这个壁屏上 对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呃 怎么说呢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我我记得就是说 因为壁屏上它比较我我觉得比较具有实用性 它嗯 比方说除了这个挂的这个呃墙壁上 还有它比方说它随行出行啊在轿子里是吧 嗯 我记得它刚才那种诗里它后面还有一句叫叫叫叫随行斜方滑 还是什么来着啊 嗯差不多是这意思 对 就是说它在那个出行的时候 沿路斜方滑随行供骁勇 就是说我比方说我我我出去去游玩也好啊 比方说什么我下降难嘛比如说啊 嗯他在坐在这个车架上或者说叫行中 诶我平常看到诶这个比较好的这种花花草草啊 我我捡几只放在这个呃这个我的这个车轿中或者轿子里 我插上几只呢 起码在我还能沿路一边走呢一边这个让这个内内景啊 就变得更多丰富一点啊 就是不会不会这么单调啊 就是看着这种花花草草的那个心情也会好起来啊 对 其实我觉得你说皇帝吧他他也是人对吧 他有这个很简单的这种初衷或者同性那很正常 对吧 对这种审美审美嘛 对吧 哦这一只这只还也也很特别在他 诶对 他的他的口内是呃可能我们常见的松石绿地的会多一点 嗯那他这只里面是偶粉地的 对 这个这点比较特殊 是是是是 对的很很特殊 哦这个这个 有明确的近年他有全龙一有 全龙一有 全龙一有 嗯 近年啊 有劲儿 一有欲提 机关 嗯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带这个这个 这个 红红款这种印章款啊 哎 大家可以看底下这个是有有落款的哈 显龙观饶欲提示的闭屏 非常 非常 等级非常的高哈 嗯 这个 这个 显示开把这个镜头给这个这个这个款这边 底款这边拉拉大一点 让大家看一下细节 它是一个很款 嗯 精彩鞋的款 对 哎 马上显示把这个 哦好 对 好 这个多少钱 嗯 哦就是说的上一天 哦 哦 现在我们讲的都是这场里面特别重点的 对 比较重的对 OK 好 也就是还是还是更希望大家就是明天如果还能有时间啊 尽量来这个上乘一下食物 这是最好的啊 我们明天下午两点拍 明天上午 鸡下午 好 好 好